女孩穿越美男兽时 谁料病娇反派们一个比一个浪 初次见面就要生宰宰 如果不愿意就摇你耳朵 甚至还变着花样玩靠 白脸只树满颗心的九尾白虎 清冷角色又深情的娇舌 奶蒙护主小正太黑猫 顶留美艳爱耍帅的金凤凰 绝美病娇狠心机的黑娇 冷漠孤傲的霸总骨虫王 阳光帅气的大脑斧 还有一个动不动就变成小正太装可怜的神坑系统 妖妖本职想搞搞击剑碌碌串 奈何兽人大佬最后全成了白气黑 妖妖醒来的时候是在一处悬崖边 面前正伴跪着一个陌生男子 而且在他身上又秀又稳 除了焦急和担忧之外 还流露着迷醉爱恋的神情 妖妖口吐薄脆差点没下地蹦起来 一圈打在对方英俊的脸庞上 滚开呀臭流氓 男人散发着狂野的原始味道 看上去很是健壮潇洒 但此刻却像是做错事的小狗一般 语气低微的祈求原谅 对不起小慈性 我不是故意的 他刚才在狩猎的途中 无意发现了受伤的妖妖 这还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小慈性 只一眼便心甘情愿地去当一个甜兽 妖妖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 同时脑海中快速搜索着系统传来的信息 这个世界雄多慈少 珍贵的慈性是每个部落都会小心翼翼呵护的对象 雄性则是承担着捕猎工作的职务 并且雄性兽人可以修炼生间 初始为灵阶 封顶为九阶 九阶之后便是称霸一方的王兽 面前的兽人是来自虎族的洛克 目前是一个五阶血纹战士 面对这么新衣的小慈性 洛克本能地开始推销自己 兽是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任何雄性在森林中救下一个没有族人的慈性 便有正当理由成为对方的伴侣 他一脸期待着看着妖妖 我有足够的实力 我 我可以照顾你吗 这是众所周知的一种比较委婉的求旅方式 然而妖妖却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我并不是很想麻烦你 他身为一个未免任务执行者 并不打算背上感情债 这个兽人世界出现灾祸异兽 未来世界即将崩盘 系统派发给他的任务 就是消灭异兽保护世界和平 妖妖拒绝的意味很明显 洛克伤心地低下了头 没想到平生第一次向慈性表白就惨遭冷眼 他说了一句对不起之后 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似乎是已经放弃了 妖妖不觉 世然轻松了许多 便一走 他便连忙卸下了那幅高岭之花的模样 此时夕阳已半入深山 他想要起身去找一个藏身之处凑合一晚上 却不料刚一动弹 腿部传来的钻心痛楚疼的 他忍不住倒吸了口凉起 他竟然忘了自己还受着伤呢 这时脑海中系统的声音幸灾乐祸极了 小傻子宿主 叫你嘴贱 原被你轰走了 我看你现在怎么办 等大晚上的野兽来了 你会被吃掉的哦 你是觉得任务中途 宿主身先死 护主不利的你不会被主神强行抹杀 这下系统又不罪见了 躲在空间里脑补出了自己的108种死法 这时背后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响 洛克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而且手中多了很多草药 洛克原本是想一走了之 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他觉得还是不能放弃 他觉得小慈性一定是比较害羞罢了 并不是真的不喜欢他 在追伴侣的这种瘦身大事上 有时候瘦的脸皮就要厚一点 而且小慈性孤单一人还受了伤 如果他走了的话 他怎么办 不及时治疗的话 可能会溃烂的 这一次夭夭没有拒绝对方的好心 这个兽人对他真的很不错 再拒绝那就太矫情了 洛克细心的为小慈性涂药 他的皮肤白皙而焦嫩 但那些醒目的伤口 却使他的心揪疼揪疼的 这时夭夭的肚子突然咕咕叫了起来 不合时宜的声响打破了寂静 他显得有些尴尬 反应过来的洛克有些懊恼 居然连慈性饿肚子都没有发现 怪不得小慈性会拒绝自己 你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捉 妖妖对于不太熟的人还是比较矜持的 谢谢 但天已经很晚了 洛克则是满脸焦急 你不用拘束的 照顾慈性本来就是我们雄性的天职 即便你不想成我的伴侣也没关系 话说到这份上妖妖也不再约束 那要不来份烤鸡 文言洛克一脸开心 我这就去给你捉 他先带着妖妖找到了一个洞穴 然后用萤火石点燃了几根木材 这时洛克忽而觉得肩上一沉 侧头一瞥 才发现小慈性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乖巧精致的小脸蛋 无意识地靠在了他的肩膀上 近距离的柔软触感 让洛克不自觉心跳加速了起来 妖妖身上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清香 好闻地让他口干舌燥 比在他最饥饿的时候 烤肉的味道还要香甜 不过洛克很快给了自己一巴掌 小慈性可还饿着肚子呢 他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饭花吃 洛克在洞口留了些气味的标识之后 便化作虎形狂奔而去 等妖妖再次睁眼的时候 是被烤肉的香味给诱惑醒的 正在烤肉的洛克健壮一脸微笑地凑了过来 他拿出几个洗干净的新鲜果子递给妖妖 一口咬下去饱满多汁 十分爽口 妖妖满足地眯起眸子 烤肉之前来两个解油的水果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肉烤得差不多了 洛克切下最鲜嫩的一块递给慈性 这会没有盐 等回到部落拿到盐之后 我每天都给你烤肉吃 妖妖饿得紧啊 即便烤肉上没有任何盐和调料 但吃起来味道居然还不错 看着磁性满足的样子 洛克瞬间眉眼弯弯 喜悦和兴奋满的都快要溢出来了 在妖妖吃饱喝足之后 洛克便主动花座兽形凑到他身边 抱着我睡吧 我很软很干净的 我的虎毛每天都会进行清洗 洛克极力推销着自己 潮湿阴冷的地面确实不适合睡觉 且上面布满了碎石 很容易扎破皮肤 妖妖想了想没有拒绝 洛克在他面前屈膝一握 就好比一张铺满了绒毛的豪华虎皮大床 睡虎毛大床的新奇体验莫名很nice 这时洛克犹犹豫豫的开口 妖妖你是哪个部落的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你还有族人吗 如果没有依靠的话 去我们部落生活吧 此情此景 妖妖机智的选择了失忆 去部落生活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根据系统提示 这个世界未来会崩盘 会有各方强大的异兽降临 对兽人世界的秩序造成毁灭性的摧残 按照多年的任务经验来看 系统的初始传送地点是最靠近目标对象的 也就是说 它的周围 有可能已经降临了一只一兽 一夜好梦 清晨的阳光朦朦胧胧胧 洛克所在的部落依山傍水 是极为上家的生存地带 高低凑落着数百间房屋 一直从山腰蔓延到平原 这时腰腰忽然感觉到一股 极为不善的目光直冲它次来 只见三两个雌性正紧盯着他小声议论 而且眼神中带着些许厌恶 沙曼是部落里公认的 除了弥朵之外最漂亮的雌性 身材丰满再加上饭 时间又早 代表着生育能力强大 部落的雌性都知道 他一直都对洛克有意思 但洛克却没有对任何雌性表达过爱意 刚才过来的时候 就连一个正眼都没有给他 不少雌性在暗自惋惜的同时 也忍不住在心里窃笑 这个沙曼一向望自尊大 仗着自己生育能力强大 总是会去勾引部落里 一些早已心有所属的强大雄性 实在是讨人厌疾了 沙曼并不知道那些表面上 对他好言好语的雌性 此时正在心里狠狠诽谤他 他冷冷一笑 就那个雌性洛克怎么可能会喜欢 又瘦又小的 一看就是营养不良 恐怕他连个宰子都生不出来吧 估计只是洛克从外面 随便捡回来的一个 被部落抛弃的雌性罢了 一个被部落抛弃的雌性 还想跟他比 简直是开玩笑 其他雌性一听 可能性又大了一些 洛克带着夭夭直奔组长的住处 组长看起来十分随和大方 欢迎你来到桑林部落 部落暂时没有闲置的房间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和其他的雌性 共同住在部落的大院房 半句话还没说出来 组长便察觉到 正几没弄眼到 差点眼抽搐的洛克 两个雄性心有灵犀一点通 组长轻咳了一声 迅速波澜不惊地改了口 部落暂时没有闲置的房间了 不过洛克的房子很大 你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暂时和他住在一起 洛克眸子大亮 当即表示我愿意 组长简单地给夭夭交代了一下 最后再三强调一件事 就是两天过后的双月日 要去思乌大人那里进行血缘登记 夭夭应得很快 但思乌大人是谁 血缘登记又是什么 他一概不知 在回去的路上 夭夭表示要在部落随便转一转 你不用跟着我了 洛克虽然有些不太情愿 但还是很听话地点了点头 既然已经决定要融入这个部落 那么掌握足够的风土人情与情报 是必要任务 夭夭漫无目的地游荡下来 收获了不少注目 整个部落的人都知道 新来了一个小慈性 而且他的身上没有伴侣应急 这对于任何一个雄性兽人来讲 都是一个致命的诱惑 以至于各种五花八门的 五颜六色的 还有许多说不出种族的雄性兽人 在他眼前晃荡来晃荡去 若说夭夭刚开始觉得是巧合 但当一个个俊美陌生的雄性兽人 在十分钟之内 迪恩赐在他面前经过 且格外炙热的视线 总是停留在他的身上时 这怕就不是巧合那么简单了 这是一个俊美的雄性 几步来到夭夭跟前 小慈性你好 我是莱米 你对我有兴趣吗 受人的求爱总是直白而热情的 他手中捧着新鲜的野花 递到夭夭跟前 很明显是提前准备好了 夭夭目光顿了一会 并没有立刻去伸手接那些礼物 莱米则是努力保持淡定 我是部落组长的后代 对这里的周边地方都很了解 你是想在周围转一转吗 我带你去吧 不用了 我随便走走便好 夭夭很有礼貌的玩具 那你想要什么东西吗 我的捕猎能力很强 我可以帮你去找 夭夭不着痕迹的后退两步 我没有想到的 钢铁侄女完美地结束了话题 莱米目送那道娇小的身影直至消失 才恋恋不舍地收回了沮丧目光 这个小慈性好像对他没什么意思 午后夭夭忽忽然开口 你们这里的四屋是谁 他是管什么的 文言洛克的声音有些含糊不清 夭夭 你打听四屋大人做什么 要是平时他早就乖乖地说了 可今天却有些反常的迟疑 夭夭扬了扬眉 看来这个四屋大人 似乎还真的是个有身份的主 刚刚系统发布了新的任务指令 要求在一个月内 将四屋的好感度提升到40 按常理来讲 系统不会无缘无故发布 对人物的好感度任务 除非这个人物和主线任务 异受有着不可忽略的联系 而这个四屋将会是 他主线任务的破冰时 洛克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对四屋大人有兴趣吗 夭夭不假思索 兴趣很大 文言洛克炽热的心脏沮丧到了极点 夭夭也跟别的雌性一样 对四屋大人有兴趣吗 可是他都还没见过他呀 难道他就这么被一个 素未磨面的陌生雄性给干掉了 突如其来的危机感凭空降临 虽然他确实比不过四屋大人 夭夭看着他犹如一副 被抛弃的小媳妇的幽怨模样 忍不住解释道 组长不是说让我在两天后 去四屋大人那里进行血缘登记吗 所以想问你一下 四屋和血缘仪式的事情 话洛洛克瞬间又来了精神 原来是这样啊 在洛克的解说下 夭夭也进一步了解了人物信息 四屋很神秘 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里 似乎组长知道 但是却对所有族人都封着口 不肯透露半分 怕是犯了某种禁忌 他精通不适 遇料灾祸 被部落的兽人们一度奉为兽神使者 至于血缘仪式 是兽人加入部落的必要仪式 目的是统计新来兽人的 种族数量生死之类的 两天后 夭夭和几个新来的雄性兽人们 站在部落大广场上 在他们面前 各摆着一个银色金石 洛克和组长 以及部落的几位长老 则站在外围虔诚地观看着 这时前方突然凭空 出现了一个挺拔的身影 只见他身穿黑色长袍 踏着角角月光迎之而来 而他便是兽人们所恭敬的 私物大人凌渊 夭夭突然想到了二词 风光清击 清冷角色 看起来并不太好攻略的样子 思索间 凌渊突然伸出手 如领冬出血般的冷冽气息 冲进夭夭的眉心 夭夭还没反应过来 瞬间就感到一股极致的危险 迅速炸裂开来 如高压电流蔓延般席卷全身 这种感觉来得快去的猛 等夭夭回过神的时候 凌渊的指腹上空 凝结着一团淡淡的湛蓝光芒 那蓝光来自于夭夭的眉心 微弱的蓝色光团 被注入先前准备好的银色金饰中 两者迅速相容成为一体 原本黯淡的金饰散出了淡淡的蓝光 直到主人死去 否则光芒永不停歇 这便是血缘灯气 强行分割出了他的一部分灵魂力 然后进行禁锢灯气 似乎大人完成血缘灯气后便消失了 然而夭夭却突然传来一阵眩晕感 眼前的情景忽然模糊不清起来 洛克惊慌失措地冲过来将他扶住 小慈性脸色苍白 似乎遭受了什么重创似的 同时系统焦急的声音响起 检测到宿主的灵魂力受到创伤 洛克一刻也不敢耽误 慌张地抱着小慈性去了四屋那里 迷迷糊糊间 耳畔传来了略带惊讶的清冷声音 血缘灯气遭到了反噬吗 等第二天夭夭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 数百平方米的宽阔石屋更像是一层石堡 有一个冒着屡屡热气的温泉 在确认凌渊走远之后 妖妖才脱了衣服游到温泉里面 水温二十度左右 妖妖懒洋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不知不觉的一股困意生腾而起 她没注意到的是 这泉水下面镶嵌着各种青绿色的金石 正是令无数高等受人疯狂追逐的声源金石 是延长寿命突破王阶的必要珍惜物资 凌渊在食屋内正熬着汤药 她向来不喜欢外人打扰 眨眼间已经来到这个偏僻部落两年了 她也等待了两年 不知道过了多久 汤药已经熬好 但妖妖还没有回来 凌渊的情绪一向被自己掩饰得极好 但即便如此 毕丝担忧还是悄然流露了出来 她下意识地触控到滚烫的石碗 仅仅一瞬间 炙热的高温便迫使她迅速收手 她是兵戏的娇舌 即便已经身为掌握着绝对强大的兽源之力的王兽 但仍然十分讨厌这些高温物体 正如她讨厌那个人一般 又过了半场之后 汤药都有些凉了 丝乌大人难得有些着急了 她私负了一瞬 然后去往了隔间 这里存放着桑林部落所有兽人的血缘金石 在所有散发着淡淡荧光的金石中 唯有那最靠前的一个金石格外醒目 这是夭夭的血缘金石 光还亮着 证明人没事 林渊松了口气 却又生出了几次让人难以琢磨的猜疑 她紧紧盯着那颗血缘金石看了一会儿 她是丝乌 更是腾蛇王城绝对强大的祭司 占卜与窥探能力强纵一方 除凤族那位王寿之外无人可匹敌 所以她能感觉到这块血缘金石上附着的灵魂力的不同寻常 异常的怪异格格不入 就仿佛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她的眉头越皱越紧 眼眸也变得愈加冷冽深邃 并莫兴趣与窥探寓意在内心悄然升起 冤到达时 叶妖妖还在那里趴着做梦 睡得死沉死沉的 主人主人 小傻子宿主 你赶紧醒来啊 再不醒来 你就要被彻底看光光了 你是想要用身体完成任务吗 啊 我不允许啊 决绝在神识里哭天枪地的 想要把她锤打起来 但叶妖妖睡得跟死猪一样 依旧无动于衷 丝毫没有意识到 陌生冷冽的气息愈来愈近 叶妖妖身上的粉底液 已经被神奇的泉水 冲洗得一干二净 小脸被温泉熏得粉粉嫩嫩 泛着水雾 雪白的肌肤 一柔软光滑 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捏一把 冤毒忍不住吃了一惊 不过两个时辰罢了 直接从黑的洗成白的了吗 真的有这么脏吗 这是有多久没洗澡了 冤略带迟疑地瞥了一眼自己 原来 干干净净地砖属温泉 只见上面泛起了一点点 让人不适的细微黑尘 一向爱干净的她 忽然有些后悔 把这个雌性带过来了 冤心下微叹 想要把叶妖妖叫起来 却发现 怎么叫也叫不行 下意识地去捏了一下她的脸 很软很滑 莫名的 手感很好 她忍不住 又去多捏了两下 不过于事无补 当时人依旧睡得跟死猪似的 冤最后是直接给她套上了衣袍 给抱回去的 醒了 喝药 嗯 叶妖妖最终还是被强行弄醒了 迷茫地瞅了瞅四周 这才意识到 自己是被人带回来了 刚醒来 脑子上海短路 不太好使 叶妖妖迷茫地眨了下毛子 上海没有意识 自己是光着身子被异性穿上衣服 又给抱回来的羞耻感 心很大的 还感慨了一下 还好 是在大软瘦容床上 身后有软疹 她扮养着身子很舒服 面前伸过来的手很漂亮 骨节分明 白皙精致 此时丝乌大人正握着木勺 勺中是黑鹤粘稠的汤药 她尝了一口 立马吐了出来 小脸皱作一团 好 好苦 叶妖妖也不算很怕苦 但这口药的味道 真的是 精神气鬼 良药苦口 对身体有益 丝乌大人 面色并没有展露太多的同情 语气冷疏淡漠 手指木勺悬在半空 依旧固执地想往她嘴里送 面前一团江湖式的黑棕色 刺鼻丝藕的苦药味 冲入鼻腔 叶妖妖吸了吸鼻子 只瞅了一眼 索性手一撩被子就钻了进去 顿时被子鼓出了个大圆包 而人没了 云 出来喝药 不要 哭 两方僵持了数秒 几秒的时间流逝得异常漫长 冤脸眸微眯 最后终是叹了口气 似是终于认命似的 其身离去了一会儿 不知去哪里 给她翻腾出来了几块糖块 糖块看着不小 但浓度极高 一块捏碎之后 撒进汤药内 甜丝丝的心都要化了 很惊奇于 寿氏居然还有糖块这种东西 按理说 寿氏的知识水平 是也不出来 纯度如此之高的糖品 但现实看来 这里的文明水平 似乎要比她在系统中 了解得更高一些 苏大人养了两只兔子吗 叶妖妖在被喂咬的过程中 眼角的余光 突然瞥到了两只雪白 在视野中一蹦一蹦的 异常醒目 她好奇地扭过头去 发现是两只毛色 十分纯正的小白兔 雪白无瑕 长耳耸立 两只白团子 一边蹦搭着 一边激紧地竖起着 毛绒柔软的长耳朵 捂风捉影 蹦着蹦着 不知何时 就蹦搭到了她的床下面 她们似乎是 闻着药味过来的 漆黑湿润的小兔鼻 一个劲地耸动着 还有一只比较活泼的 直接用行动表明了渴望 用毛绒粉嫩的前爪 扒拉住了床沿上 垂落下来的绒兽皮 似乎想爬上去 但被养得太肥 胖乎乎 圆滚滚的身子 远看向一个白团 蹦搭起来都歪歪扭扭的 且兔子前爪断无力 所以 她始终停留在 离地面零厘米的高度 叶妖妖不自觉笑了出声 似乎意识到被嘲笑了 那圆乎乎的雪白小脑袋 舒尔微扬起来 又有些羞愤难堪的 缩了缩 本来就没有的脖子 顿时 更像一个白团子了 叶妖妖与之对视过去 只看见 那双湿搭搭泛着雾气的毛子 似灿红宝石一般 直勾勾地紧盯着叶妖妖 二不 是她面前的汤药 正吐湿丹 另一只也学了过来 于是 两只白团子动作 神情异常同步 长容耳朵微微搭辣 往下45度 微垂紧贴在脑后 灿红宝石一般的毛子中 直勾勾地盯着叶妖妖和汤药 眸光中充满着显而易见的渴望 如果不是白绒兔尾太短 叶妖妖甚至能挠不出来 他们在床下面 殷勤摇尾巴的动作 丝乌大人看了看两只兔子 和猎奇心里 快要溢出来的叶妖妖 心下微动 汤药是由珍贵药熬制出来的 他们很喜欢汤药 你可以喂他们一些 丝乌大人嗓音清冷 子眸微扫过那两只蠢蠢欲动的兔子 没太多情绪流露 直接上手将比较活泼主动的那一只 提着耳朵给滴溜了起来 不顾白团子死命蹬腿的强烈反抗 丝乌大人直接把兔子 递到了叶妖妖的怀里 白团子的绒毛 白而鲜细 不染鲜沉 毫无杂质 像是丝乌一丝不苟的的风格 兔毛绒而软 摸起来手感被棒 叶妖妖不由地想起了自己养的小黑猫 团子被迫落在叶妖妖怀中的那一刻 顿时就僵住了 前爪也不挠了 后腿也不蹬了 像是被摁下了开关似的 一动也不敢动的 像一只木偶兔子 任由被人反复蹂躏 啊呀 他在陌生雌性怀脸 还被雌性摸了 呜呜 母兽他的癥结不保了 内心啜泣 JPG 这两只是高原血兔 嗅觉灵敏 且有十分强大的抗寒能力 四乌大人养兔子干嘛 一个个的 还养得这么肥 四 叶妖妖忽然有点想念 红烧兔头的味道了 很香的 好久没吃了 等两天 如果能在这里找到一些调料和食料 倒是可以琢磨出一顿丰盛大宴 换换口味 郑辰醉着回味美味之时 怀中的小白兔 似乎感受到了 某种害兔的危险 瞬间用力一蹬 砰的一声摔到了地上 还滚了两个圈 也不知道疼不疼 小肉兔站起身来 抖了抖肉嘟嘟的身子 长耳朵被甩得凌乱歪斜 左耳朵狼狈地搭拉在地上 右耳朵鞋锤在了白胖胖的身子上 一个眨眼间 两只兔子便逃之夭夭 瞬间都没影了 毕叶妖妖如碧温神 他有这么可怕吗 四乌大人又给他熬了一些药 有了前车之鉴 后面的这些汤药都加入了糖块 或许是四乌在他身上 砸下了大量的精石和汤药 叶妖妖的灵魂力 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灵魂力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种精神力 他感觉到 自己因为来到新位面 而重新归零的精神力 正在慢慢恢复 他是玉兽师 足够强大的精神力 是他的唯一的武器 决决 精神力差不多够了 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小黑 召唤过来了 咦 今天的系统格外地沉默 叶妖妖也隐隐约约 感觉到了不对劲 平常这货一直在 叶妖妖的神石里 叙叙叨叨 口若悬河 能跟他扯上三天三夜 都不带喘气的那种 平时 要不是叶妖妖 会下意识地 去屏蔽他的发言 他的脑子 估计早就能炸了 但今天 他都醒来好大一会儿了 这货居然一句话 还没有说过 叶妖妖还专门去 检查了一下 自己的沟通设置 也没有经验他 主人 你 你还没有发现 事情的严重性吗 诡异地沉默了一会儿 暴风雨终于在沉默中 彻底崩绝了 阴阴阴阴呜呜不绝于耳 绝绝第一次口气 这么恶劣生气 还附带着梨花带雨式的哭腔 哇呀 小傻子 你被那个雄性的看光了 你去温泉泡走 我怎么叫都没有叫醒你 你睡得跟死兽一样 你连别人进来了 都没有察觉的 最后还是那个雄性兽人 帮你穿好衣服 把你抱到床上的 绝绝脑中 全都是自己前两天 刚刷到的那些 让人作呕的尾 谢新闻 天哪 他家主人外表高冷 实在憨的一批 一点心眼都没有 更别说主人长得 粉粉嫩嫩的 一副十四五岁 未成年的单纯 无害小模样 这不就是这些 新闻上标准的 受害者女学生吗 夜妖妖惊了 他说呢 怎么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原来记忆 出差在这里了 那后来呢 反正自己没什么事 夜妖妖声音 还算镇定 绝绝扁了扁小嘴 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好像 貌似 大概也没发生什么大事 那个雄性 好像连一眼都没有多看 直接把你揣起来就走了 然后就去给你热药了 嘿嘿嘿 主人 你这身材和魅力不行呀 你看人家 对你一点想法都没有 哈哈哈哈 决绝又恢复了嘲讽模式 你闭嘴 这和刚刚担心他担心的 哭天枪地的那个系统 是同一个决绝吗 夜妖妖毫不犹豫地 给他进了盐 此时 森林外围 斯洛所在的狩猎队 彻底乱了团 几十个兽人 纷纷化作兽形 围成一个圈 把圆圈正中央的两只剑弩拔张 身上有多处破碎的斜口子的 一黄一白 两只猛虎围了起来 相比之徘徊退缩的白虎 橘黄色大虎的体格 明显更加强大 气势更加强盛 虎啸比拂 獠牙斩露 凶狠净险 两只虎全部摆出了攻击姿态 周围的捕猎对兽人们 想要阻止他们两个撕斗 但斯洛和米莱 皆是他们 这一个分队 为二的两个五阶兽人 实力十分强大 其他人根本无法近身 别说阻止了 斯洛和米莱 原本就脾气不合 别提两人实力相当 心气极傲 且皆为未来组长之位的 绝对竞争者 经常会名争暗动 斯洛是部落中 唯一一个变异兽 自身天赋与实力 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而米莱 则是现任组长最优秀的熊仔 自身天赋 亦是百里挑一 大橘黄虎气的獠牙丝魔 喉中低吼阵阵 他琥珀色的眸子 竟显凶狠冷利 死死锁住了面前 畏畏缩缩 明显有想逃倾向的白虎 米莱 乳兽是我先发现的 是我的猎物 你要是再不还给我 我现在就去咬碎你 说撕碎 可不是说着玩玩的 兽人世界实物短缺 最忌讳痛恨的 便是夺食之人 即便是将对方活活咬死 都是在情理之中 即便斯洛在叶摇摇面前 表现得乖顺听话 但也仅仅是在他面前罢了 兽人骨血中的 天生流淌的凶猛兽性 不会削减半分 菊黄大虎 低雅沉闷的虎啸 如闷雷惊响 浑身肌肉 因为暴怒囚结膨胀 绝对的示威姿态 后腿的肌肉紧绷成块 仿佛下一秒便要猛扑过去 将对方活活撕烂 这几只稀有乳兽 是撕落等了一天一夜 专门想要带回去 给妖妖补身体用的 没想到在最后关头 被米莱这个家伙 给杰族先登了 气死兽了 白虎 也便是米莱 却咬住死不松口 嘴角微扯着冷笑 这猎物是我捕获成功的 最后是由我亲自 咬下了猎物的血脉 将它们咬死 大家都看见了 你有什么资格能证明 这是你先看到的猎物 米莱知道这几只乳兽 是撕落先发现的 同样 正是因为有了撕落 将近一天一夜 不眠不休的看守 他才能够渔翁得利 在最后时刻 将这些乳兽 抢先一步成功捕获 但那又如何 兽人们心中 可没有先到先得的概念 他们只信奉实力为尊 弱肉强食 慈性都喜欢吃乳兽肉 不管是斯洛还是米莱 都深深知道这一点 斯洛想要拿来 给叶夭夭补身体 米莱也想把这些乳兽肉 敬奉给那个冰冷淡漠 却令他无比心动的 心来小慈性 以换取好感度 远在部落 正在乖乖喝药的叶夭夭 忽然打了个喷嚏 谁 谁在念叨他 两三句的谈判谈崩了 斯洛终于不再克制 赤红着一双虎毛 找准时机 直接猛扑了上去 如岩石般皆是有力 四肢极其强劲凶悍 迅若闪电 先发制人 直接将白虎扑倒在地 他的牙口锋利如刃 直接朝白虎脖子撕咬而去 却不料千军一发之际 被白虎翻身躲避 两虎再次拉开距离 斯洛气势 一灵于兽群之上 实力一明显更占上风 而米莱虽然不是变异兽 但五阶的实力摆在那里 斯洛也很难将它直接撂倒 两只老虎逗了半天 输赢难辨 最后还是看天色渐晚 狩猎时间要到期限 两只虎才松了口 狩猎中的几白口嘴 全靠着他们狩猎队 带回来的食物 即便斯洛再怎么愤怒 也不会任性到丧失理智 算你好运 斯洛化作人形 擦干净脸上破的斜口子 冷哼了一声 咱们回部落再打 离我家远点 我保证把你撕成血块 放完狠话 斯洛随即便跑了 附近的小河边清洗伤口 把身上混着泥土的污血 清洗得干干净净的 他不想让妖妖 看见自己狼狈带血的模样 一点都不干净帅气 他一定会嫌弃自己脏的 米莱跟他一起 来到河边清洗伤口 他的身上的伤口更多一点 但气势不舒 好啊 副兽不是经常说 你是部落的第一勇士吗 我倒想看看你 到底有多强 他已经不服很多年了 最后带狩猎队员的商量下 这几只稀有乳兽 被五十五分给了斯洛和米莱 这才勉强止住战火蔓延 斯洛心情很不爽 垂头丧气地叼着捕获到的食物 郁杰地甩了甩促长的黑纹尾巴 一路上闷闷不乐极了 斯洛气完之后 一想到妖妖 便是一阵强烈的落寞沮丧 这次补练 没给妖妖带什么好东西 这该怎么办 大黄虎的身上 仿佛覆盖了一层 挥之不去的浓重黑影 阴森森地下着蓬勃大雨 浇得她心里透心凉 相比之米莱 便宜然自得许多了 虽说她自找苦吃挨了顿揍 但相比之稀有的乳兽肉 再加上脑海中经常回忆起的 那个冷冽淡漠的小雌性 她便觉得一切挨揍又都值了 雌性都喜欢乳兽肉的 她把自己得到的这些乳兽肉的 都给小雌性 她一定会喜欢上自己的 脑海中敞开了美好的幻想 醉人急了 米莱忍不住用爪子捂住了半张脸 跟在队伍后面 鱼跃非常的甩甩尾巴 嘿嘿发笑 神经病啊 斯洛眼中冒着屡屡战火 忍不住回头冲傻笑的罪魁祸首 骂了声 试问 一只大白虎跟在她后面 神思荡到了天际 嘿嘿傻笑 虎嘴裂开的弧度还大得吓人 来得心脏不太好的 猛一转头 没吓死个兽就不错了 神经病 幸好斯洛不知道 米莱正在消想的 便是她可爱的妖妖 将米莱兽祖十八代问候了个遍 以便迅速闪虎了 大黄虎不屑一顾地 把这公平分得的一半的乳兽肉 甩到了背上 威扬了羊下巴 冲身后的白虎 打了个鄙夷的鄙响 接着便飞快冲出队伍 游荡在了丛林正前方数百米开外 她本想提前离队一走了之 以免看到某些让人不爽的家伙 奈何还没离队多久 大黄老虎就被某些事物 吸引住了目光 翠绿的热带从树上方 东西 瑶瑶肯定喜欢吃 大黄虎虎破色的毛子猛的发亮 仿佛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她在树下徘徊了几步 紧接着卸下了自己背上的食物 然后退后两步 后腿用力猛的一下 便窜上了树干两三米 这些树应该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树干十分粗壮 如注了水的超大号大水桶 树干中间微微拱起一个不小的弧度 正好能够承受正在攀爬的老虎重量 树皮粗粒 崩出了一道道粗糙的口子 老虎锋利坚硬的前爪灵活利用了其一部分的摩擦力 在自身攀爬极限之处 身头挥爪 直接叼起了一串果子 飞身下树 整个过程十分迅猛灵活 令人大开眼见 姿态轻盈的 仿佛不是一只老虎 而是一只矫健的花豹 轻轻松松下了树 斯洛洋洋得意地打了个鼻响 垂眸不经意间一瞥 刚巧看见这棵大丛树的根部中间 还分叉出来了几根小树苗 应该是刚萌生不久的树苗 纤细脆弱 枝叶还很幼嫩 大老虎短短瞅出了几秒 随即便丢下了嘴中的果实 来到了小树苗跟前 大老虎伸出前爪 半蹲着身 一扭一扭地 神色极其严肃认真的开始了 刨坑 对 就是刨坑 斯洛小心翼翼地 把这几根小树苗 全都刨了出来 还十分细心地掐掉了一些枯黄多余的叶子 让树苗跟间带着些湿润的黑壤 以此来提高树苗的成活率 斯洛眉眼一弯 先前的沮丧愤怒一扫而空 他以前怎么没想到 以后多弄些树苗来种 全种到屋子前面 这样夭夭 每天都能在自己家里 吃到新鲜多汁的果实了 说是迟那是快 斯洛索性直接变成了人形 把自己的乳兽肉 还有这些树苗和果实 全都捆扎在了一起 分成了三份 他一边哼着部落兽组传下来的小曲子 左右手还有背上负载满满 开始往家里面赶 他已经两天没回家了 不知道夭夭在斯洛大人那里 吃得还习惯吗 住得还舒服吗 生活得还开心吗 斯洛大人一向冰冷无情 讨厌外人接触 夭夭一定在那里 受了很多委屈吧 呜呜 他回去一定要给夭夭好好补一补 而此时 正在被斯洛日斯夜响的叶夭夭 正在大口吃肉 大口喝药 喝药 吃肉 无止境地被投喂 原味完一波之后 总是能以惊人的速度 再次准备一波 一波完又是一波 不厌其烦 从不间断 我已经吃饱了 叶夭夭第七次严肃地重申 换来的只是斯洛大人 不含感情的一句 字眼让人绝望 你吃太少了 这些还不够 已经三大碗了压青 叶夭夭瞠目结舌地 死盯了他好大一会儿 从斯洛大人俊美清冷的子童 线长卷翘的雨节 再到精致完美的鼻唇 他竭尽全力地看透了 他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 每一处细胞 愣是没看明白 面前这位斯洛的头位标准 到底是什么 反正他已经吃饱了 再吃肚皮就要撑破了 尤其是这团黑乎乎的 粘稠刺鼻的汤药 他真的一口也不想再喝了 在斯洛大人的各种不依不饶下 叶夭夭索性 再次一撩被子 钻进了绒被里 直露出了一双大而清澈的毛子 可怜兮兮地诉说着哀求 两人的视线接上轨 斯洛大人长眉微醋 似乎并没有领悟到 他急切地哀求 毛低妹子未暗 沉淀着些许不悦 我不喜欢浪费药材的人 这个 我们再稍等一会儿 再喝好不好 总要给人留一个消化期吧 叶夭夭不得不硬着头皮 转移话题 话说回来 斯洛大人 我先前的那件瘦皮衣服呢 从他醒来以后 便再也没有见到那件衣服 既然是斯洛帮他换的新衣服 那么先前那件就瘦皮裙 应该应该也是被他处理的 扔了 啊 扔了 惊恶瞪大双眸 他并不干净 穿起来也并不算舒适 袁似乎并不能理解 叶摇摇煞世间迸发的绝望 那种格外劣质普通的兽皮 为什么要留着 他后来给他换上的 是由南海浇人一族 特量供应的浇纱 珍贵无比 柔软舒适 就连最后绘制成衣 都是由他亲手缝制的 他是浇蛇族 材质衣服 是一旦成年在 繁殖记忆觉醒后的 本族特定技能 制作出来的衣物 十分漂亮精致 蛇族雄性兽人缝制的衣物 异常受陆地雌性喜欢 没道理 雌性会更喜欢普通兽皮 也摇摇叹了口气 拖着下巴垂头丧气 陷入了无限的惆怅之中 可那里面装有 我的粉底液啊 而且是他来意识思落 送给他穿的第一件衣服 很具有收藏纪念价值的 嗯 他抬了抬眸 体会到他低落的心情 不自觉凝神俱听 就是一个小瓶子 一个小瓶子里面 还装着东西 对我很重要 很重要的东西吗 被他弄丢了 思乌大人沉默了一下 忽然间似乎想到了什么 转身便出了门 利落得很 似乎要去找些什么东西 夜夭夭也不由地抬起视线 随着他的身影远去 眸袋西蜂瞅了好大一会儿 才见思乌大人从门外钻了进来 人影出现刹那间 他惊了 至于为什么一瞬间 想到了钻这个词 思乌大人回来的时候 不同于走之前的全人类形态 一物顿去 上身完全赤裸着 变成半人半舌的形态 他似乎刚下过水 晶莹细小水珠 顺着他微微湿如的 鲜肠与节点点滑落 他的皮肤 似乎要比普通雄性兽人 更加光滑细透 罕见肌肤的纹理 没有细小的绒毛覆盖 异常地轻滑柔嫩 水珠落下的轨迹 没有任何阻力 轻巧地划过他挺翘的鼻尖 软薄适中 唇色略有些淡的唇盼 精致冷白的锁骨肌肤 一直向下坠落 他一眼便看向 视野中心的他 狭长子瞳微眯着 似乎进入了些潮湿的水溢 微微泛着些清澈和人的水量 这是你要的东西吗 他手中多了一个小瓶子 他拖着长长的蛇尾 朝他走近 双手拖着递在了面前 叶夭夭眨了眨毛子 依稀可见 那细小的水珠 顺着鸳漂亮诱人的肌肉弧度 一直下坠 低落 渐落 发出啪哒落水声 他绸断黑发 则直直散落在了金瘦妖际 泛着阴晕水气 湿冷清香 悠然袭来 他看着他 唇盼微掀起一个弧度 嗓音清冷醉人 这是你要的东西吗 丝巫大人缓缓由近 将小瓶子递在他手上 而后便去了隔间 去寻找新的干净衣袍了 面对从未见过的新奇物种 叶夭夭总归是抑制不住地好奇的 在丝巫大人转过身的刹那间 小声稀疏了一瞬 便从被窝里扒拉起脑袋来 睁着一双满含有趣意的毛子 努力探着头去观摩新奇物种的背影 小傻子宿主 你色眯眯地盯着别的雄心看什么呢 想不到你 居然是这种人 哼 你 你真猥琐 决绝嗤之以鼻 说什么鬼话呢 你不觉得 丝巫大人的兽形 有一些特别吗 于是 两人齐齐去看 眼中带光 丝巫大人的上半身 是赤裸的正常人形上身 而下半身 则变成了一条 泛着炼焰紫光的蛇尾 不 准确来讲 这并不像标准的蛇尾 它的尾巴很长 长至十米 却毫不拖夜 够快速游走 那细碎的蓝紫色鳞片 层层叠加 覆盖在修长的尾巴上 细密却坚不可摧 显见着令人惊叹的防御 与切割能力 鳞片中间或掺杂着亮灰色的 反射着动人五彩的连连水光 与平常蛇类不同的是 它的背脊与围脊正上方 长了一层淡淡的 透明的 脊旗 尾旗 倒有那么一点余的特征 不 更准确来说 这是胶的特征 胶蛇 有上股胶龙的血统 趁着丝乌大人 去隔肩里换衣服的时间 叶妖妖顺便去查询了一下 现在人物对自己的好感度 得到的结果 八 叶妖妖沉默了一瞬 两天的相处 磨合出了一个单位数值 应该 也不算少吧 不算少吧 不算吧 嗯 简直少得可怜啊 叶妖妖心里泛起了心酸泡泡 耳边是绝绝不停歇的嘲讽打压 两相打击下 心情低落无比 恰逢此时 系统又发布了新的任务指令 随机任务 请摘取下思乌冤的一片蛇鳞 期限 三日 任务奖励 不明 叶妖妖 怎么又来一个地狱难度的 这跟我没关系 不是我的错 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大 决绝声调铿腔 吐字清晰 狡辩的异常熟练 我信了你的鬼 伏儿叹了口气 不管如何任务 还是要完成 四十数值的好感度 按照现在的进度来看 要搁置成长期任务了 在好感度为八的前提下 怎么绞尽脑汁 才能从思乌大人身上 片下一小片零片呢 这是个问题 得好好琢磨琢磨 当天下午 思洛所在的一个狩猎分队 大张旗鼓回来 除去正处于哺乳期的几个雌性之外 其他的兽人都去迎接洗尘了 累世广场 篝火燃起 一直到夜幕十分才会结束 不少雄性兽人 宽阔有力的肩膀上 都扛着大兽皮宽带 每当狩猎队回归 狩猎所得到的食物 由组长平均给兽人们分配 渊身为私屋 喜沉一事由他主导 下山的路弯弯曲曲遍布清方向 夜妖妖为了方便 索性跟在渊身后 一起跟下来了 小心岩石 走慢线 不要掉下去 下山途中 看他一蹦一蹦地 渊忍不住提点了一下 见对方乖巧地勾了个笑脸之后 才放心收回神思 远远的 夜妖妖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疯狂蹦打招手 他揉了揉眼 走得越近 耳畔的呼喊声越来越大 响如轰雷 妖妖妖妖 看我看我 快看我 思落在这里啊 橘黄色的脑袋 努力在人群中蹦高攒动 企图吸引心仪雌性的目光 身后的局底黑纹尾巴摇得飞快 脑袋上顶着一双胡耳 圆绒的胡耳 被藤木篮子压趴下了 在木篮底下 只被迫露出了二个橘黄小兼容 篮子中则装满了颜色各异的新鲜果实 散着甜莓果香 诱人得很 夜妖妖外出 依旧是擦着粉底液的 但是这一次涂抹 却感觉粉底液多了些异样 没有先前那么好用啊 似乎里面进水了 夜妖妖掀开开瓶口看了看 里面还真是进水了 想起来丝乌大人回来之后 那一身湿漉漉的样子 明显下水去找了 夜妖妖还真是挺好奇 她原来把这小瓶子丢在了哪 新鲜的空气愉悦着心情 夜妖妖脚步都不由得轻快了许多 一蹦一蹦地来一只不安分的疯兔子 远远看去 小雌性黑黑的 还挺瘦弱 似乎有些食物不良 倒真的像得土生土长的瘦是小雌性了 冤扫了她眼 格外在她幽黑范宗的脸颊上 多停了一会儿 眸带困惑 清明了下唇 却也没说什么 她不是喜欢多问的人 狩猎队回归后 渊也便去履行私无应尽的职责了 喜沉一试 给夜妖妖交代了两句之后 便离开了 远远的 夜妖妖能看见 思落在汹涌的人潮里 卖力地挤来挤去 头顶的篮子稍有不稳 掉下了两个果子 她也懒得去捡 晾着一双眸子 亢奋地飞速凑到了她面前 其他的狩猎队员 皆是风尘仆仆 低丧着一张脸 身上不是泥就是土 一来到广场 仿佛竭尽全力似的 全都泪趴在了地上 大口喘气 享受为时不多的休息时间 偶尔有几个精神头 比较好的 在那里奋力进食 去补充耗费的 大量能量与精力 但脸色依旧憔悴的可怕 微勾搂着几倍乌头垢面的 一看就是吃了不少苦 每一次狩猎出发 都会消耗大量的能量 这也是每个部落 都会设立出 三个以上狩猎分队的原因 用来调整狩猎队员的 作息时间 相比之下 只有思洛风光际月 好似出去旅游了一趟 神采飞扬 一看见夜夭夭 眼睛激动亮的 仿佛能发出绿光 勾着嘴角 笑得跟个精力充沛的傻子似的 连毛皮都油顺发亮的 干净的布染一丝尘土 一看就是回来之前 精心洗过澡的 夭夭 我已经两天没有见你了 好想你啊 夭夭抱一抱吧 我已经在河里面 认认真真的冲洗过自己了 洗得可干净了呢 思洛死命凑过来的瞬间 夜夭夭细眉不自然地 微挫了下 鼻头轻松了几下 虽然身上看着是很干净 但思洛身上 似乎还有股淡淡的血腥味 干什么去了 狩猎遇到危险了吗 夜夭夭很是无情地 一把把思洛 及其无赖凑过来的俊脸 给推了回去 他抬了抬眸 目光落在他的脸颊上 略有些不安 果不其然 一眼便瞅见了 思洛俊脸上破的一道斜口子 虽然已经结痂 那一道依旧轻忠 带红的斜口子 可不是那么快痊愈的 脸还算比较好的 只有那一道伤口 能看得出思洛 还是比较注重护脸的 细看脖子之下大小伤口 抓痕 咬痕 层层蜜蜜 还附带着被人 揍过几拳的亲子痕迹 夜夭夭在他脸上摸了摸 下意识地 带上了一些怜爱和责怪 思洛似乎很享受 这样的触碰 忍不住猫科动物的天性 去回蹭了几下 附带着几声舒服的咕噜声 琥珀色的瞳孔 舒服得微微放圆扩散 嗷乌夭夭手软软的 摸得他好舒服 好想摸一摸 再舔一舔 思洛还没来得及 享受这柔软的触觉 猛然又被一句 生气的责怪惊醒 夜夭夭惩罚性地拿手指 戳了戳他 又有些破碎的伤口 疼着他呲拉一声 咧开嘴角蹦跳开来 夭夭疼 疼你还去打架了 嗯 思洛眼神躲闪了 琥珀色的童子 迅速缩了一缩 似乎没想到 这么快就被看穿了 你和谁打架了 这伤口一看 就是被人揍的 我 我没有打架 看到夜夭夭眼神不太对 思洛咽了口口水 迅速改口 是我揍他了 我没有吃亏 他比我伤得更重 打了个鼻响 语气中还带着点小自豪 算了 看他嬉皮笑脸的 没啥大事 他也就懒得管了 夜夭夭莫名其妙 涌上来一股老妈子的心泪 福恶无奈 想要数落一番 雄性想想也实在没这么多必要 小手拉着他线条结实的胳膊 把他再次浴 把他推回人群 快去洗尘 私屋大人也放我回家了 今天晚上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好嘞 思洛装模作样地走了两步 细细笑着 琥珀色的眸子 亮如璀璨的星辰 点点头乖巧无比 我在外面带回了好多好东西哦 今天晚上给你看 妖妖你一定会喜欢的 他狡黠地眨了下眸子 像在私藏的宝贝式的孩子式的 故意打了个哑迷 模样有些滑稽可爱 让人忍不住发笑 对了妖妖 这些都给你的 慢慢吃哦 不够我还可以去摘很多 我很强壮能干的 思洛把脑袋上顶着半天了的水果篮子 递给叶妖妖之后 还磨磨蹭蹭地好几分钟 在叶妖妖再三催促之下 迈开脚步 依旧恋恋不舍地一步三回头 快点 别磨蹭 在叶妖妖威胁性地挥了挥拳头之后 思洛委屈巴巴地阴了一声 而后便化作狡洁霸气的大老虎 冲进兽人群了 喜沉仪式其实流程很简单 思巫大人身后跟着两个兽人随从 两个兽人随从神情前程 接手捧着一碗清泉 这些特殊的泉水 有洗皮降牢的神奇功效 由思巫大人指染泉水 点在兽人们的眉心中央 口述着几句 玄之又玄的兽神祈祷 嗓音轻哑淡漠 却紧扣着所有兽人心弦 兽人们一个个的都正经微然 神情庄重 仿佛朝圣一般 叶夭夭被好奇心勾着 也忍不住观摩了会 口中啃着丝落 给他摘着果子 已经啃完了两个果盒了 嗯妈妈 味道是真的不错 累世广场之上 狩猎人员整整齐齐地排好队 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丝屋面前 俯首恭敬 隐隐约约间 恍然可见 几丝几缕蓝紫色的微弱光芒 萦绕于渊的指尖之上 犹如一缕缕盘旋的半透明飞蛇 漂亮空灵 似在冤有意识的控制之下 将其传递进面前的 兽人的眉心中央 微光尽数没入眉心 下一秒 那兽人再次睁开眸子 先前的疲劳困倦 早已一扫而尽 转而是蓬勃旺盛的精力与朝气 紧绷着强健的肌肉 其中一个比较豪放的兽人大汉 垂垂胸口 哈哈大吼着 还能再狩猎几百只巨兽 效果神奇地令人惊叹 斯乌大人 给这次出使狩猎的 所有狩猎队员 至此 喜尘仪式便大功告成 斯洛是第一个冲出人群 简直可以用火急火燎来形容 随着一声销魂入骨的妖妖 长腿几步便窜到了叶妖妖的面前 一通虎抱 毛茸茸的脑袋 在他身上胡乱蹭了蹭 终于满足了自己奢求了好几天的迫切心情 嗷乌妖妖 但如预想中的一样 抱着又软又舒服 约随着人潮落起 才不紧不慢地回来 舒尔尖脚步微顿 妹子同谋微微眯起 抱着密布透风 脸色泛红 激进窒息 得叶妖妖身上 清浅眸光中 掺和了些许 连自己都未曾发现的不悦 尤其是 那只老虎的力道之大 把自己给那个雌性做的衣服 都弄出褶皱了 看着真是让人不喜 斯巫大人刚遇上前几步 把那只碍眼的老虎弄开之时 身后忽然间响起了一道 十分娇羞的声音 含着斯欲速还休的恳求 斯巫大人 迷朵已经把乌依那里的 足迹学习完了 我明天 可 可不可以和您一同学习 不行 几乎瞬间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斯巫大人转过身 目光轻落在面前的 面色泛红的雌性上 几分疏离 几分歉意 我还有事再深 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你 他淡笑了一下 很有教养 向来清冷的面庞上 格外珍惜的一缕微笑 显得如此豁人心神 迷朵不自觉心跳得更快 攥着手心 更紧了些 浸出些薄汗 雌性 刚刚成年发情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个伴侣与准伴侣 而且 他还是无一为一的雌性传承者 他不仅性格好 有地位 长得漂亮 还有足够的能力 不论是桑林部落 还是远处更为强大的万寿城 皆有着一大批狂热的追求者 这就足以彰显 他受欢迎的程度 在斯巫没有来到部落之前 他的择偶标准 可能是斯洛这种 潜力不可估量的 强大兽人战士 或者是万寿城的 那些组长的强壮阿仔 但在斯巫大人 来到了他的世界之后 他的一切择偶准择 皆被推翻了 他从小到大 还没有见到过 这么强大 又有魅力的雄性 从见了冤第一眼客气 他就深深地认定了 只有这个能够让 富寿都俯首下跪的 王寿大人 才有资格成为他的第一伴侣 某种涌动的野心 与势在必得的毅然决然 被他完美地掩饰住 他眼下一股子不悦 面上却丝毫不恼 只甜甜一笑 乖巧的不像 这个世界的雌性 那后天可以吗 我未来的一段时间 都没有足够的空闲时间 他明天 后天 甚至还有大后天 还要给夜夭夭 制作一些乌药 他身体与灵魂的特殊性 吸引了他的全部精力与时间 斯巫大人很忙 我知道的 弥朵不遗余力地 展示着自己的善解人意 没事的斯巫大人 只是 弥朵太想要学习医术 为部落还有大家 尽自己的力量了 每天看见那么多族人们受伤 我 可能会有些心急 是弥朵无意叨唠了 即便冤对于部落兽人的态度 算得上友善 但弥朵清楚 这个王寿大人 过于默然冷血到 令人发指的性格 那是再多的掩饰 与友善都掩盖不住的蛇族本性 蛇族雄性兽人 唯有的热情 爱意 只会贡献给自己的唯一的爱侣 那是他这两年疯了 都想得到的战利品 弥朵无意识地 抓着自己的兽皮衣 刚想走时 下意识到一个转身回头 却看见丝乌大人 正走向了一个陌生雌性的身边 依稀可听见丝乌大人 清冷低沉的嗓音 明天 后天 还有大后天 每天沉实暗示来我这里 不准迟到 啊 我还要继续喝药啊 越走越远 远方两人的对话断断续续 直至模糊 一瞬间 弥朵原本乖巧可人的毛子 瞬间瞪大 唇盼咬得出血 身上的血液冷却似的 身体微泛着僵硬 毛子一迅速浸染了 一股子阴暗狠辣的色泽 丝乌大人对他没有时间 却让别的陌生雌性 去他的住处 两年了 他可是连一次冤的住处 都没有去过 那个雌性很衍生 应该是部落刚来的 长得又黑又瘦 连他的十分之一都比不上 看上去似乎还还没有成年 身上嗅不到一丝一毫的 发情气味 要美貌没有美貌 要能力没有能力 连最基本的生育能力 都还没有 他何德何能 能让丝乌大人围在他身边 对他偏爱致辞 无论何时何地 都被一大批兽人团团围着的迷朵 忽然感觉世界不香了 这些普通货色的雄性 连王寿大人这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雌性的的虚荣心得不到满足 空虚的令人可怕 嫉妒心一旦蔓延 足以毁天灭地 更让他瞠目结舌的是 连他以前青睐有加的思络 都在那个雌性身边斗机灵 献殷勤 更可怕的是 连他的阿哥 米莱也去了那个雌性身边 米朵觉得这个世界玄幻了 尖锐的指尖 无意识地划破了掌心 叶摇摇不足痕迹地后退了两步 嗓音很平静 你是那个 米莱 米莱眸子一亮 没想到小雌性 还记得他的名字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本想上前两步 继续拉拢一下关系 猛然间被一道阴冷刺寒的目光 扎在脊背上似的 他猛然间绷紧了肌肉 全身炸毛 这是受人在危险来临之际的 本能反应 抬眸对上司乌大人平静淡然的眸光 米莱间接地哽了一下 挠挠头一头雾水 刚刚 怎么好像被危险猛兽盯上似的 吓死兽了 在他发愣这会儿 思络璀璨乖巧的眸子 瞬间阴沉凶狠起来 隐隐汹涌着蓬勃怒火 虎尾快速摇动 吼声震震 直接窜到了夜妖妖前面 与米莱正面直杠 展开了最凶猛的进攻姿态 哦 这家伙 怎么还敢来 居然还有脸 拿着抢了本该属于他的乳兽 来讨好他的妖妖 瞧他对妖妖那肤色 咪咪垂垂涎三尺的发情样子 思络就忍不住扑杀上去 将他活活咬死 直接搅碎吞下 哼 妖妖这就是 被我揍的那个混蛋 你不准看他 他特别没用 打不过他的人都是没用的家伙 米莱冷笑 气势不弱 谁说我打不过你的 还有 追求雌性是我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他的伴侣吗 你有什么资格挡在他面前 阿妩 不知被哪句话戳中了心事 思洛吼声小了一些 但依旧像一个护实的孩子 凶狠凶狠的 呲牙咧嘴的 其实 米莱其实实力也不错 长得也勉强凑合 思洛视角 还是有不少雌性喜欢的 思洛恐怕夭夭一个 不留神 被这种有点滋涩的混账家伙 勾去交配了 这种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 思洛战意盎然 很想狠狠教训一下 这个混账家伙 但现在还有很多族人 而且斯乌大人就在旁边 他不敢贸然出击 万一被惩罚派去狩猎 他又要好几个日头 见不到妖妖了 叶妖妖有些无语 清扫了一眼两人身上的伤口 倒是有些诡异的相似 只不过 只不过相比之下 米莱的伤要更加重一些 他也不傻 也能看透米莱 追求雌性的心思 所以 他也一直保持着一定距离 叶妖妖淡淡道 我不喜欢你 我也不会接受 你成为伴侣 他不想在这个位面 留下感情战 寿势雄多词少 这里的雄性一旦与雌性截履 身上就会被烙印下伴侣印记 这个伴侣印记 除去伴侣死亡 被伴侣解除之外 永远也无法消除 雄性一生只能截一次履 叶妖妖是未免任务者 他不知道自己的任务 什么时候完成 也不知道自己离去是何时何地 所以 在这个情况特殊的未免 他不会贸然在这里 留下感情债的 米莱一脸无所谓 似乎早已猜想到了这个回答 你拒绝我没关系 但是雌性没有资格 拒绝雄性的求爱资格 言下之意 他还会越挫越勇 百折不挠的 米莱把自己捕获得到的猎物 还有从斯洛那里抢来的乳兽 全给了叶妖妖 然后就走了 走得那就一个潇洒 压根不听叶妖妖的拒绝 斯洛炸毛了 叶妖妖忙揉了揉他的脑袋 抚平了大猫不甘的怒火 在柔软小手的抚慰之下 斯洛舒服地咕噜两声 便也没了脾气 斯洛 你把这些东西 给他送回去吧 圆蓉的胡耳高高竖起 开心地围着叶妖妖 转了几个圈 顺带着在旁边不捉痕迹地 蹭了蹭叶妖妖的小妖 本来还想就地撒两个娇 猛然 被一道阴冷寒凉的视线刺了一下 吓得他一个哆嗦跳开了 收下吧 身后冷眼旁观了 一会儿的斯污大人 终于是舍得冒了下炮 即便再还回去 那个雄性 也会切而不舍地再还回来 坚持不懈 带来很多麻烦 一些捕猎品罢了 不想吃就扔了 篝火羡慕 夜晚降临 叶妖妖被斯洛扛回窝了 远远的 叶妖妖便发现 大木屋有了很多不同 斯洛 你把屋子外面挂了些什么呀 花枝招展的 看上去好 叶妖妖想了半天 才想出来一个 还算合适的形容词 好灿烂 斯洛傲娇地昂了昂头 还以为是在夸他 那些都是十分漂亮稀有的熏草 还有果花 它们长时间不会枯萎 散发出来的气味可以 部落的雌性都很喜欢的 斯洛驮着自己心仪的雌性 跑得那叫一个 肆意潇洒找中带风 这可是多少雄性 都求之不得的殊荣 一路上他可是 掌获了不少雄性羡慕的红眼 斯洛那小小的虚荣心 都快被吹胀了 其实我还专门捕猎了一些球皮 那些球皮 可是很多雌性都想要 但是找不到的 是斯洛特意给摇摇你捉的哦 斯洛一边急跑 一边哼着不知名的小曲 叶摇摇的长发 都被吹得随风荡起 只不过还差一些时间去揉制 等揉制好了 也会和这些熏草干花和食物 一起挂在屋子外面 等到寒冷的冬季到来 我给你做冬天的衣服 特别暖和 你一定会喜欢的 谢谢斯洛 叶摇摇感动之余 也有些不知名的愧疚 世界上没有莫名其妙的付出 越来越多的付出 昭示着付出者 越来越渴望的回报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斯洛是想成为他的伴侣的吧 可是 算了 他以后会用别的方法补偿他的 斯洛在门前种了几棵小树 坑挖得不深不浅 早已累好土 浇好了水 枝叶鲜嫩 现在看上去 树苗成活率还蛮高 这是什么树 这是姜果树 它红色的果实 可以直接生吃 也可以做饭的时候用 很好吃的 这种果树长得很快 等明年 摇摇你 估计就能吃到第一批接下的果子了 斯洛从小木窗里探出个头 此时 他还正在屋子里忙忙碌碌的做饭 本来说好是叶夭夭今天晚上下厨来犒劳一下斯洛的 但没想到他精力充沛的 看上去一点都不累 斯洛根本不会给叶夭夭下厨的机会 叶夭夭看他忙里忙外的想去帮忙 但终究是被斯洛的勤快所折服 他连一点差弃的机会都没有 实际上 叶夭夭对自己的厨艺也没多大自信 斯洛做饭一看 就是从小练过的 非常好吃 看他是在 也没什么事 叶夭夭也便没有去 和他抢小灶了 叶夭夭啃了两个果子的时间 斯洛已经把饭做好了 一盆大盘鸡 颜色焦黄诱人 青葱脆料点缀其上 扑鼻香气响起 引诱着人心底最原始的食欲 还有清蒸小碟汤 叶夭夭叫不出名字的各种青菜 切碎的食果 沉浮在清爽小汤内 起起伏伏 颜色清淡十分解渴 大大小小做了五六个菜 味道可味一绝 叶夭夭和斯洛两个人都吃饱了 便去睡觉了 叶夭夭和斯洛一起睡在大屋子里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他入睡很快 本来是自己一个人睡的 突然间感觉有些柔软毛茸茸的东西包围了自己 皮毛很厚 温热发闷的空气 也隐隐带来窒息的不适 叶夭夭是被闷醒的 被闷的小脸通红 汗如雨下 大热夏天的 还被一个厚毛虎搂得紧紧 半点透气的缝隙都没有 身上黏刷刷的湿一片 难受极了 斯洛 他试图去叫醒他 然而对方睡得死沉死沉的 叶夭夭实在是热得不行了 使劲推身上的重武 然而 对方是一条五六米长的大老虎 少说也有几百斤重 好不容易刚推下来那么一点 大老虎就反其力本能地 又往他胸口上又扒又蹭 喉咙里还发出着模糊不清的呼噜声 听上去舒服极了 顿时 他被抱得更紧了 半夜星光稀疏 唯有的两块照明金石 光线微弱 叶夭夭一息可见 大局黄虎疲劳熟睡的面容 即便化作了虎形 但是那真正在全身放松之后 由身体机能最真诚地显露出来的疲惫不堪 却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的 多日的狩猎 思洛应该很累吧 外表的光鲜与亮丽 可以精心伪装 但多日的奔波与疲惫 是无法掩饰 想起这只憨憨虎 故意强打着精神 在自己面前抖机灵 卖乖巧 抢着做饭 不舍得让他干一点活 夜夭夭中 还是心软了 算了 好好休息吧 夜夭夭下意识地去揉揉他的脑袋 而后边又合上了眼 终是不忍心打扰他的睡眠 不知道是不是太闷热的缘故 夜夭夭今天晚上睡得很不好 他好像做了一个梦 一个不太美妙的梦 半夜再次惊醒 然而梦中人与世已经忘却 只是少女受惊的瞳孔剧烈收缩着 睫毛轻颤 似乎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夜夭夭身上又如是了一片 只不过这次全是虚惊的冷汗 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依稀有仅存印象 他呼唤他 缥缈古人 仿佛是童话中人鱼的霍人海音歌声 带着那残存着意识的螺旋的梦境 一点点下坠 沉落 有那么一瞬间 夜夭夭感觉自己 要沉溺在那个奇怪的梦境中 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惊醒之后 脑海中却始终徘徊着一个声音 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 仿佛粘在了意识之内 那声音极致美妙 空灵天籁 微弱陌生的嗓音 抑制着浅浅哭泣 隐隐约约的乌叶 好像是来自遥远天际的求救 小声啜泣 令人心疼 救救我 我不想死 那是谁的声音 夜夭夭一晚上没睡好 自从梦境醒来后 再也没敢睡过去 娇阳出声 碎光倾泻 哦 睡得真香啊 大老虎被阳光吵醒了 下意识地蹭了蹭怀中的一团 夭夭早上好随即便起身 心情颇好的伸了个懒腰 半睁着心松慵懒的琥珀色毛子 熟练地活动了一下出醒时 有些松懈的肌肉 妖妖你呃 妖妖你怎么了 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斯洛甩了甩脑袋 清醒后的第一眼就看见 小瓷性目无焦距 眼神溃散 干瞪着一双大眼 眼瞼之下是乌青的黑眼圈 妖妖你怎么了 生病了吗 斯洛惊了 夜妖妖摇了摇头 没事 只是做了个噩梦 还有就是太热了 斯洛能不能不要每天大晚上 凑过来抱着他睡 嗨 这种毛茸茸 真的只适合在大冬天报 夏天报会长肺子的 夜妖妖拍了拍脸 脑袋还是晕乎乎的 睡眠不足 直接导致脑袋呱嗡嗡作响 夜妖妖苦恼地揉了揉头 连吃饭都提不上精神 把自己埋在兽皮被窝里面 专心致志地补教 妖妖起床吃饭 不要睡觉了 我给你做了些好多好吃的呢 你快起来看一看 斯洛威皱了下金色的剑眉 口气无奈 带着些许红幼的意味 他似乎很不能见人饿肚子 把饭菜做好 搁在石桌上之后 上前几步蹲下 便不怕死地去掀夜妖妖被子了 被子被猛地一拽 透出来的光线刺醒了毛子 夜妖妖猛地生腾起了一股子 名为起床气的东西 双手反其力 又在黑暗里拽了两下 于是乎 刚掀出来的一小脚 又被被窝里的一双小手 迅速撤了回去 还十分警觉地 又往被窝里面死扯了扯 明显不想从被窝里钻出来 妖妖 你不想吃饭 我们先去洗漱吧 思洛不得不退让一步 劝了半天 眼瞧日头越来越高 才见那果得严严实实的被子大包 总算是有了一小小点动静 沉默了半天 小慈性总算是大发慈悲地 说出了今天的第一句话 饭 饭在哪里 早就做好了 饭都快凉了 嗓音轻柔 还透露着些小小的委屈无奈 夜妖妖从被窝里冒了个头 露出了一双上还迷茫的毛子 本能的伸长脖子 清秀了秀空中弥漫的范位 咕噜 饥饿感 总算是击败了困意 小慈性打了个哈欠 终于有了从窝里爬了出来的前兆 他揉了揉眼 看上去精神头好了一些 成功补了个叫 只是看向思洛的眸光 还带着些许未曾完全退去的忧怨 思洛被搞得一头雾水地挠了挠头 夜妖妖懒懒地伸了下腰之后 便穿鞋下地 结果思洛早就准备好了造造果 去外面接了点水 便开始了刷牙洗脸 这种造造果 算是寿室的特定产物 果子不大 一只手刚好抓下 它的果壳表面 附层着一层软绒偏长的果毛 而且在强力挤压之下 会自动分泌出一种 可清洁污垢的活性清洁液 十分适合用来清洁牙齿 思洛早饭做得有些多 夜妖妖看着吃不完 便提议道 思洛 思乌大人不知道有没有吃饭 咱们这些饭好多 都还没有动过 我们顺便去给他带些吧 未来几天每天上午 都要去冤那里报到喝药 虽然要挺难喝的 但也是总归是一份人情 而且就算冤不吃 夜妖妖中途饿了 还能当些领口吃 话音刚落 越不料思洛猛地抬头 原本乖巧动人的琥珀 毛子中 情绪瞬间被一股 巨大的警觉冲散 妖妖为什么要带给他 这是我专门给妖妖做的 嗓音微冷得有些陌生 夜妖妖不傻 看得出小老虎有些生气了 便解释道 这些饭吃不完 我觉得可能有些浪费 哼 谁说吃不完的 我还能再吃两碗 这样说着 原本已经放下十碗 还打了宝哥的思洛 又重新拿起了十具 开始扒拉起来了 风卷残云一般的疯狂 吞噬着这剩下的饭菜 匆匆几眼过去 思洛便把剩下的饭菜 全丢进了自己的无底位里面 绝对的一个肉渣 都不会留给其他的陌生雄性 夜妖妖张了张嘴 震惊的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这 这至于吗 冷静一些 你别任性把自己撑死了 护食的思洛撑圆了肚子 终于还是没能让夜妖妖成功把饭带出去 夜妖妖收拾了一下 便去了山岭之上私屋那里 思洛在家里闲着没事 正巧有人通知组长要找他 百无聊赖之下 便出去散了散心 顺便去了一下组长食屋 食屋内 组长副手而立 身影高大强壮 凌冽中透露着一族支掌的风范 而此时此刻 却比平时更多了一份沉重叹息 思洛 这一次的部落交换 轮到你带队了 这是你第一次参与雨季前的部落大型交换 有些事情 我必须要和你说清楚 什么事 思洛原本轻松散漫的神色 渐渐地冷凝下来 琥珀色的眸子中 净染了一丝冷燃 似乎预料到了什么 他的不自觉 手心紧了又紧 这两年的情况你应该知道 贝鲁多森林生活环境 越来越恶劣了 大雨季来临时间 每年都在提前 而且雨季持续时间越来越长 期间洪涝频发 灾害无数 去年就有不少部落的兽人 被活活淹死在了交换途中 死亡者数目害人 不少部落都因此 折损了大量战斗力 而今年的情况 预计只会更糟 你是我们部落最优秀的战士 我希望你保护好自己 思洛肃然点头 时间 七天之后 思洛瞳孔猛缩 脑中闪起一抹娇小的身影 低沉的语气控制不住地急切起来 他攥紧了拳头 直接提前了一个月 我不同意 11才刚来部落我还要照顾他 这是我和部落的长老们 商量后得到的 容不得你拒绝 组长深吸了一口气 语气转缓 上前两步 安慰性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思洛 你是个理智的阿仔 你应该理解的 组长叹了口气 闭上眼似有些疲倦 挥了下手 现在回去收拾吧 七天之后 你们将要出发 夜夭夭这边 还不知道突然降临的事情变故 被喂完了药之后 口腔里苦味弥漫 思洛给他取糖筷的途中 壮似无意提了一句话 嗓音很轻 眸光却直直落在了他的身上 一顺不顺 其实 我一直都很好奇 你先前来自于哪个部落 呃 我也不记得了 我忘却了很多事情 许是对方的视线过于强烈瞩目 夜夭夭呼绝心头一凉 似乎有一种被狩猎者盯上的剧烈危机感 心跳不自觉砰砰加快 那双定定 看向他的妹子同眸 深邃清冷 如风光清净 但清浅谋低 却汹涌不容忽视的强烈探求意味 如芒在背 使人头皮发麻 几日的相处 夜夭夭能感觉到对方没有恶意 即便对方的好奇 有着袍根问底式的执着 不遗余力地在寻求盯点破绽 夜夭夭还算淡定 从容地咽了口汤药 我从山下摔下来之后 便被思路捡回来了 好像缺失了一块记忆 我一直都想不起来 依旧是老旧的诗意梗 夜夭夭用得不厌其烦 哦 这样吗 冤很安静地等他讲完 很有教养地没有打断 但是谋低的疑惑 却只增不减 夜夭夭不自觉渗出了些冷汗 怎么看对方 这略带浅笑眼神 诡异得很 他好像被识破了 被盯得心里发虚 夜夭夭便开始努力喝药 低着头 扒着碗 也不管要苦不苦了 端起碗就开始喝 咕咚咕咚 一言不发地乖乖喝药 看起来乖巧听话极了 一副甭问我 我啥也不知道 我只是个认真喝药的乖宝宝 是 丝乌大人单手微撑着下河 眸子半眯 清冷目光落在他身上小丁了一会儿 愉悦的声音似乎笑了笑 漂亮惑人的唇盼 轻弯起一个弧度 苦不苦 夜夭夭忙摇头 小脸还挺真诚 其实喝习惯了 味道还不错 这碗汤要熬制时 我格外加入了一些苦农虫 与摩奇齿虫 虽然已经提炼走了粉碎的虫渣 但口感应该不算太好 没想到 你喝得倒是挺开心的 有些惊奇与欣赏 夜夭夭惊了 什么 你居然还往里面加虫子了 虽然他也能猜到 这些汤药里面 或多或少都加这些药虫 但是在别人喝得 正性高采烈的时候 非得说出来 让别人难受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一瞬间 夜夭夭仿佛看见了 自己正端着的这碗汤药 里面有无数只小虫正在蠕动 他刚刚还挺尽兴地喝了半碗 哪里有桶 让他吐一下 小慈性的脸皱成了一团 想怒又不敢怒 只得凝固着一张面无表情的小脸 在那里端着碗 指尖微微颤抖 丝巫大人捶了捶眸子 线长卷翘的雨节微脸情绪 淡淡地半壶浅 引下了遮盖住了 那不自觉流露出来几分愉悦 带着些小小的恶脸 很奇怪的感觉 看他生气 他居然会有些开心 这种情绪 以前从来没有过 夜1188地看了他一眼 盯着那张清冷绝色的脸庞 有些小纠结地咬了咬唇盼 虫子 哭 他能不能不喝呀 都是很珍贵的药虫 对身体有益 喝完不准浪费 丝巫大人已经取来了糖块 细白修长的纸节 捏了两块糖块 微浮身送到了他面前 张嘴 吃糖就不苦了 这种莫名其妙 好像在哄小孩子的幼稚语气 夜11有些窘迫地迟疑了两秒钟 在对方有些犯粮的注视下 最终还是乖乖听话地张开了嘴 嗯 一口吞下 糖块 甜丝丝的 很好吃 糖块在口腔融化的刹那 还伴随着一股淡淡的清新果香 弥漫扩散点 月人急了 甜而不腻 十分好吃 丁系统提示 距离随机任务期限 只剩23个小时59分钟59秒 请抓紧时间 尽快完成哦 逾期有发 取缘的零片任务 只剩下不到一天时间了 夜11还没想好怎么开口 有些纠结地抓了抓手心 这真的是太难为人了 直白些直接药 恐怕不太实际 委婉一点 他也不太会啊 夜11喝完 药没立刻走 磨磨蹭蹭地一会儿 毛子一转 小腿儿奔去隔间的书屋 翻起了一些乌衣点籍 美名其约是想学习医术 其实是变着法 拖延时间 想一想骗零片的办法 书架的三层 各装有不同类型的点集 初学者的话 取最下一层 看便可以 原看他对这些点集有兴趣 便没有阻止 这是件好事 受试的雌性 大多慵懒成性 从小过着饭来张口 一来张手的奢靡生活 能认真学习的 倒是很少了 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与鼓励 夜11来看这个点集 原本只是想找个托词罢了 但看着看着便看得入迷了 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如他所料一般 现在的寿式文明 果然要比系统中 讲解的更为先进一点 但贫富差距 也比预想中的更加大 在那些落后的边缘部落 依旧是原始洪荒的狩猎时代 靠天吃饭 与天同西 但在富饶的王城地带 那里的生产生活条件 已经达到了农耕时代 或者更为靠前 学会了造纸 建筑 种植 织布等等先进技术 甚至 似乎已经开始了王权在内的阶级分化 寿式的县四大王城 掌握着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财富 以及知识与文明 叶妖妖如果没猜错的话 原因带来自于腾蛇王城 且身份尊贵 地位卓越 他所带来的这些巫医典籍 拥有的知识储备量 前所未有的广阔 可以使人极尽畅游 而这则远远不是桑林部落的小巫医们 所能望尘莫及的 叶妖妖单手拖着下巴 垂着眸子 眸光一顺不顺地 落在那些典籍文字上 白皙饭粉的指尖 微翻越洞 书一页一页地翻 翻得飞快 但记得也十分牢固 要说叶妖妖有什么瞩目优点 那一定是超乎常人的记忆力 而且在决绝与系统 储存库的帮助下 他也可以快速辨别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物物种 经手指开得有点大 不过好使够爽就行 叶妖妖已经看了两本书了 下层的书对他来讲 已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于是乎 小慈性随即便把目光放在了第二层 然而 扬了扬小手 没够到 小脸一垮 你今天的学习量已经够了 不需要再学习了 身后响起的青牙嗓音 似乎有些无奈 冤刚刚离开了一会儿 回来的时候 手上多了一个类似白瓷的盘子 瓷盘干净而优雅 有着细小精致的花纹图案 瓷盘上搁置着几份炸的 金黄饭油的香软烤肉 点缀着几片青葱碎菜 冒着蒸腾香气 无论是视觉上和味觉上 都给人以极美地享受 不知道是不是思乌大人自己做的 但烤肉味道 确实十分诱人 这个世界 似乎对瓷性 总是特别地宽容 冤也不例外 遇到的难得 想要学习医术的瓷性 已经不容易 没想到叶摇摇学习第一天 就把目光放在了 他的第二层点集上 对知识的渴求 与让他也难得露出些吃惊 叶摇摇看了看他 又瞅了瞅书架 小手指着书架毛子看着他 全身上下透露出一股子 我爱学习 我要学习的浓郁味道 小瓷性磨光急迫 让去人觉得可爱无比 要非要做个类童的话 道 像只饿了肚子的幼崽在求食 嗯 冤被自己一瞬间 挠不到的场面惊讶到了 但这么一想 还真的挺像的 憨憨软软的 让人无端生起了 想要捉弄的念头 呃 要打住 冤把瓷盘放在了桌上 便去帮他拿书 丝乌大人身姿高大俊义 很容易就帮他 拿到了第二层的一本书 在瓷性举高手急切的目光中 他却没有第一时间给他 而是把他手中的这本书 还有他桌子上 原来的书都收走了 石桌上全换成了 翻滚着香气的食物 先享用完食物 再继续 不可以饿肚子 嗯 那谢谢丝乌大人咯 叶妖妖舔了舔唇 也不客气 乖巧地坐在了凳子上 拿起筷子 装着不太熟练的样子 就开始夹肉吃饭 他肚子真的有些饿了 话说 渊居然用筷子吃饭 叶妖妖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曾经有过 华国的任务执行者 先他一步穿越过来 交给了寿人 这些神操作 除了香气浓郁的肉片之外 渊还准备了一杯 鲜榨的果汁 不知道原材料是哪种浆果 但果汁透彻 果粒沉浮 尝起来香甜无比十分好喝 不小心就一饮而尽了 渊又给他准备了一杯 叶妖妖大快朵頤的时候 渊就坐在一旁 单手撑着下河 清冷绝美的紫眸 静静看着他 一言不发 看得入神 仿佛是在欣赏 一件极具趣味的美化 被叮得毛骨悚然 被叮得害怕 又不敢说话 叶妖妖默默咽下了 最后一口果汁 舔了舔唇齿上残留的美味 突发起想来的提议 丝巫大人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如果我赢了的话 你答应我 一个请求好不好 赌注是什么 丝巫大人的清新回路 倒是与常人不同 开局不问游戏 不问规则 淡然地扫了他一眼 只关心堵住 哎哼哼 只需要您的一个小鳞片 就可以了 丝巫大人 好不容易生腾起了 几次兴趣 闻言又瞬间冷却了下来 变脸速度快地 让人心惊肉跳 我的 蛇鳞 他袖中的手位紧了紧 角色脸庞不由地 微变冷冽 瞳孔略缩拉长 隐约可见害人的 冰冷舌童 似乎难以置信极了 他的脸色 略有些不太自然 拒绝的那叫 眨了眨眼 似乎没预料到 对方拒绝得这么干脆 有些小落寞 认识了这么久 丝巫大人的清冷情绪 难得有些实质性的大波动 这是第一次 他惹他生气了吗 抱歉 我不应该这么贸然坑 找你要灵骗的 那我们可以换一个别的 好不好吗 丝巫大人别过深去 没有理他 他一直看着手心 一动不动 那微锤的炼焰子眸 已然拉缩成树针 如脆的冰一般 浸染着极地冰寒 那是在情绪 过于激动情况下的兽化前兆 叶摇摇掐了自己大腿一把 意识到形态的不妙 盲补就到 算了 那我们不进行这个游戏了 你别不开心 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提这个的 虽然不知道 灵骗队渊有什么特别意义 但是叶摇摇认错态度很积极 不管犯了什么事 先道歉 肯定是没错的 你没错 是我的原因 他似乎叹了口气 总算是肯施舍一句话了 清洒的阴影再次转身 那张清冷角色的面容 定定地观摩了他几秒 恋艳冷冽的眸光 认真且复杂 弥漫着些许不知名的情绪 少许 他微别过头 眸光似乎有些窘迫 如铺倾洒的墨发坠落 遮盖住他微微泛红的耳尖 粉红悄悄弥漫 有些微烫 有些紧张 在他们娇舌一族 灵骗只能赠送给未来唯一的伴侣 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不过 你真的想要吗 半想 寂静的空气再一次打破 思乌大人态度突然回转 夜夭夭呆弱地愣了一瞬 随即快速地点了点头 颇有些受宠若惊 本来他都以为没希望了 那我想要确定一件事 破人阴影 斜着屡屡冷香降临视野 极大的压迫 白皙修长的指尖 停滞在了他的额前 似宁珠光 精美无比 你必须要好好保存灵片 永远都不可丢弃 你能做到吗 思乌大人 似乎又恢复了 往常一般的清冷灼然 但低沉好听的嗓音 却带着绝对威严 惊心动魄 我可以 嗯 袁似乎淡笑了下 霍人的唇盼轻轻挽起 不知为何 我很相信你 近十米长的妹子蛇尾 愁出了几秒钟 似乎终于下定了某个决心 向前这里挪了一下 又挪了一下 犹豫地挪了几下之后 漂亮的蛇尾 总算是搭了 磁性柔软的大腿上 虽然只勉勉强搭了个尾肩 但 这已经是思乌大人 最大的限度了 那 请选择一片你最喜欢的 永远不可丢弃 任务完成奖励 避水珠 一颗 主人棒棒的 这可是个被系统 判断为S级的神男任务 你居然在规定时间 搞到手了 真是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呢 决绝双手 升起了棋开得胜小红旗 手舞足蹈 为自家主子 旗鼓呐喊 嗷嗷加油 这一次 可能就是运气了 老实来讲 叶11自己都不太能理解 现在脑子 还有点难以置信 时光把玩着这半透明的妹子灵片 单手撑着下颌小脸 止不住地迷茫 嘶 这个神男任务 是不是完成的 过于简单了些 原本他都做好了 接受任务惩罚的准备了 可没想到 他拼着鱼死网破的精神 连个弯都没转的 就随便说了两三句话 灵片居然还真的就到手了 这可能 真的就是传说中 吊炸天的好运了吧 虽然匪夷所思 不过结局意外很美 叶11也便懒得细想下去 又学习了两本书籍 和尚书 苏大人我回去了 明天早上再见 原因依旧是日常一念 不厌其烦 下山不要乱蹦达 注意碎石和杂草 小心滑坡 还有 嗯呐 我知道的 他能说他听到耳朵 都起茧子了吗 在最后时间 叶11毫不客气地 又蹭了两杯可口果汁 喝完之后打了个招呼 便飘然离去了 嗨 你就是部落最近新来的那个雌性吗 第一次见面 我是迷朵 是桑林部落唯一的雌性巫医哦 很高兴看见你 刚拐角到山湾 叶11便和一个脸上的陌生雌性撞了面 叶11刚好是下山的路 而那个陌生雌性看行路方向 正好是要去渊的那里 山路很窄 他急着回家 很有眼力见地 先一步让开了路 但那个迷朵 却刚好挡在他前面 热情地打着招呼 没有要继续向前走的意思 像是专门处在那里等着他 叶11疑惑地瞅了他一眼 迷朵手中挽了的藤木篮子 里面装满了各种草药 他笑得很和善 个子不高 长相偏回于小巧柔和 五官只能算是端正 但是相比至这里 颜值过于惨淡 的雌性大众颜值 真的已经算是难得一见的美人了 尤其是那一身难得的偏白皮肤 带上软软淘喜的嗓音和杏子 连叶11都不由得目光一亮 迷朵冲他笑了笑 笑得很可爱 壮丝不经意间道 你是从丝乌大人那里回来的吧 我还是头一次见丝乌大人 会准许除了我之外的别的雌性去山岭呢 呃 丝乌大人只是帮我调制了一些药 叶11里冒爆以微笑 不知为何 他对这个满面微笑的雌性的初见 并不是有太多好感 调制药品 但对方却似乎是缠上了他 然后有兴致要找他谈话 直接上前了一步搭话 哦 看来你的身体不是很好呀 长得倒是又黑又瘦的 嗯 怪不得大家说 你是偏僻小部落来的 你小时候应该很穷吧 经常吃不饱饭 身体差一点倒也没事的 我是部落的唯一雌性物医 以后你可以来找我帮忙的哦 弥朵亲切地挽住了他的手 巫医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吧 你以前的部落应该也有吧 虽然富寿说过 你们那些边缘小部落很穷很穷 远远没有我们桑林部落强大繁荣 但是一个普通巫医应该是有的吧 错觉吗 他怎么好似从这些亲切问候语中 听到了一丝嘲讽炫耀的意味 看夜妖妖木娜的样子 弥朵不知想到了什么 眼唇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看来你还真的是穷部落来的呀 连巫医都不知道是什么 算了算了 时间不早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还要去巫医大人那里学习呢 迷朵双手轻轻握住 眸光充满着毫不掩饰的爱慕与恭敬 思巫大人可是夸过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天分的雌性巫医 他这辈子只愿意教我 这一个聪明的雌性 我可不能让他失望了 迷朵自言自语一般 所以抬着下巴像只骄傲的孔雀 踢着篮子赶紧往山上跑去 夜妖妖早给他让开了路 但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 对方还是狠狠地将他肩膀撞了一下 夜妖妖细眉微醋 即便两人交谈只有两三句话 大部分还是迷朵在那里自言自语 但夜妖妖可以笃定 这个迷朵并不如外表一般欢迎他 有时候女生的第六感会准得离谱 离房子远远的 夜妖妖能听到一阵喧哗声 主人 你寄宿的那只小老虎 好像正在和人吵架哦 吵架 思洛都是直接动手 不是 重点是谁跟他吵架了 一股不妙冒上心头 夜妖妖赶紧跑过去 思洛的木屋前聚集了很多雄性兽人 他们个个都焦头烂额地 往窗户里面扒拉的头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擅自闯进去 而屋里面一个雌性的尖声叫嚷 似能刺破耳膜 夜妖妖穿过人群 挤到了最前面 旁边那些兽人的目光都很怪异 盯得人心里发毛 夜妖妖来不及多想 手刚刚碰上木门时 突然间 屋内雌性的尖声威胁 惊得他的手抖了一抖 思洛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别不识好歹 我今天已经发情了 一年 只有这一次机会 我愿意把这个珍贵交配机会留给你 现在同意 成为我的第三个伴侣吧 不然 等你去部落交换后 后悔就来不及了 得意洋洋的语气 仿佛高高在上的施舍 等着对方的讨好跪舔 发情 交配 那边诡异地沉默了两秒 没有直接拒绝 似乎是在深思熟虑 沙曼双手还凶 眼中都冒着得意 不管是一个多么 冷漠无情的雄性 他都无法拒绝这么诱人的条件 思洛不可能不败倒在他的身下 受试的雌性多么珍贵 而雌性一年 只能发情一次 唯一一次的交配机会 极有可能会诞下 更为珍贵的幼崽 这世界的绝大部分雄性 都没有伴侣 拥有自身血脉后代的雄性 更是少之右手 可见 沙曼放出的这个条件 有多么吸引雄性 足以使任何一个头脑清醒 智商在线的雄性对他疯狂迷恋 沙曼以为自己的计划 重要得逞之时 思洛终于开口了 他浅眯着眸子 琥珀色的同眸 似乎迎着笑意 那个谁 说完了吗 啊 思洛填了填爪子 慢条思理的眸中 泛着微微凉意 明明性子阳光 整个人璀璨温暖如续阳东升 但他下一秒 却直接提起他的脖子 往门外走 浑身冰冷的气压 让人挤背发寒 你 你想干什么 我可是部落的雌性 你想干什么 歇斯底里的大叫 满满的不可置信 喂 该吵完了吧 吵完了 就从我和妖妖的房子里滚出去 这里可一点都不欢迎外来雌性 思洛揉了下软绒胡耳 一脸的烦躁嫌弃 同眸 微眯如脆了冰斑 让人全身泛斗 真是的 这个叫沙曼的雌性麻烦死了 不仅死缠烂打着他 还把家里弄得一团糟 这可是 他精心给妖妖收拾好的温馨小爱窝 要不是为了维持他在妖妖心中的好形象 怕被妖妖听见 有关任何诋毁他形象的想法 他早就 出手教训这个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愚蠢雌性了 思洛一直都不是一个脾气好的雄性 阳光大猫猫 那只能装给他家宝贝妖妖一个人看的 打开门的刹那 刚想把愚蠢雌性丢出去的思洛傻眼了 妖 妖妖 嗨 我回来了 叶妖妖收回将至半空中 想要扣门的手 但好像时间不太对 呜妖妖你 终于回来了 思洛喜极而泣 手中拎着的愚蠢雌性被随手一抛 闪亮着眸子 直接把叶妖妖摁到了怀里 狠狠地揉了揉 人家好想你啊 说好的上午就回来了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语气忧怨 活脱脱一个被抛弃的深归小怨妇 先前冰冷烦躁的气场 早已扫而空 只鱼下那条黄底黑纹的尾巴 又摇又摆 殷勤调极了 没有一点点部落第一勇士的霸气气场 门外吃瓜的众人 这等刚才杀气腾腾的那位 真的是同一只虎吗 这事 发生了什么 叶妖妖很想举爪询问一下 不过现在气氛不太妙 他还是明智地选择了闭嘴 外面那些看热闹的 快把你的雌性带走 不然我就咬死他 思洛化作虎形 毫无怜香细域地亮出了利爪 露出锋利瓷白的利尺低吼着 宣告着强烈的主权意识 思洛 你会后悔的 阴嗖嗖地咬牙切齿 人群中两个四街的雄性兽人 早已经把沙曼扛在了背上 他们就是沙曼的两个伴侣 两个雄性看自己心爱的雌性受伤昏迷 心中除了疼惜之外 更有对思洛不实抬举的怨恨 沙曼可从来没有对哪一个雄性 这么上心过 可偏偏这让他们无比羡慕的宠爱 这个思洛却不屑一顾 哼 自己羡慕已久的 却往往是别人不屑一顾的 这是多么的讽刺 若不是部落不准动手 他们早就和思洛打起来了 随着闹剧结束 门口原先围着那一对吃瓜的 也都相继散去 估计其中已经有人禀告给组长了 对雌性动手 思洛注定会惩罚 最多也就罚我些食物 或者关两天禁闭 没什么好担心的 倒是那个雌性 我真的是太烦他了 总是一天两头来烦我 他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明确过他不喜欢他了 可他还是一直死缠烂打 甚至还曾经 哼 那真是个不太美妙的回忆 思洛谋色疏而冷静了下来 但仅仅一瞬又恢复正常 不过话说回来 我听见那个沙曼说部落交换 怎么 思洛你要去吗 听他的口气是不是 有什么危险 妖妖是在担心我吗 思洛眸子一亮 笑嘻嘻地凑了过来 尾巴一卷便轻而易举地 缠住叶妖妖的腰肢 轻轻地磨了磨 你给我放开 暴走的边缘徘徊 哼思洛不想放开 十分手见的地去捏了捏他的脸 被生气地瞪了一眼之后 反而笑得更开心了 笑着笑着 成了些许 琥珀般的漂亮眸子微垂 竟然出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伤感 妖妖 我马上就要走了 七天之后我就会走 去很远的城池 去为部落筹集 明年一年的储备粮与严精 嗯 最近被鲁多森林 一直都不太平 每年的雨季都在提前 红道长潮十分厉害 我害怕 叶妖妖心里一揪 不自觉睁大眼睛看他 哼 人家害怕部落的严精 都被那些雨水都冲走了 那该怎么办啊 白忙活一场了 叶妖妖虚惊一场 还以为他会出什么事呢 松了口气后 默默又拿起手中的果子啃 眼睛虽然重要 但是你们人没事就好了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嗯 那必须的 我还要回来跟妖妖截旅的 当然不会有事的 不过 妖妖你什么时候和我截旅啊 我可都已经成年两年了 正式精力充沛 交配截旅的大好青春 我也是一个正常的雄性 停 你给我打住 嗯 委屈 说正事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这次部落交换的途中 一定要带好它 说实话 叶妖妖还是有些不放心 从刚刚那一刻起 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 仿佛被什么东西揪着一样 总觉得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深找 嗷呜 这几天夜里 叶妖妖总是睡得不太安稳 每一天夜晚 都似乎做了一个鬼秘而美妙的梦 每一次醒来 却总是记不清梦中的一点内容 怅然若失的感觉 很揪心 只是脑中始终存留着一个 美妙或人的声音 时不时想起 仿佛来自深海的低音 微弱的 遥远的 却是极具悲伤的 似乎有声音在小声哭泣 不要杀我 我不想死 似乎有声音在轻声欢愿 妖妖妖 陪着丹安 永远不要离开好吗 深海好冷 好孤单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像妖妖一样 温暖那 丹安喜欢妖妖 好喜欢好喜欢呢 今天晚上 又是那个梦 梦中的少女 静卧在珊瑚丛中 雨节长眷 蕴绳的瞳孔微微扩散放大 木偶一般的空洞无神 少女面容精致漂亮 有着细白梦幻般的肌肤 柔软温暖 独特的辛香因子 扩散在海水中 吸引着鱿鱼飘荡 她像个提线木偶般 静卧在珊瑚石上方 一动不动 似乎在等人归来 太好了呢 腰 腰腰 又来陪丹安了呢 不太熟练的寿人与青男出生 似乎在笑 带着仅存的温柔 与小心翼翼 娇人的指尖 轻浮上少女美丽的面颊 如铺的银色长发 不尽水气 柔顺无比 直垂黑胶尾计 银发娇人的指尖 泛着冷白 泛着些许病态的苍弱 食指轻浮过少女 柔软美丽的脸颊 小心翼翼的 珍贵无比的 从她微粗的眉头 到漂亮却空洞脆弱的双眸 一点点滑落 直到柔软泛粉的嘴唇 动作悄然顿住 同眸微缩 银发娇人不自觉 轻舔了下唇瓣 眸色欲尘 愈加火热 控制不住心中掠火 淡粉的舌尖 轻舔过 单红弱血的唇叛 润上了一层 惑人无比的光泽 暗夜沉雾 荧光点点 她紧盯着 毫无意识的少女 绝美惑人的 银白同眸中 翻涌着令人心惊的 痴迷与疯狂 毫不掩饰的 充满掠夺意味性的 夹杂着 让人恐惧战力的狂欲 妖妖 看上去 真的很美味呢 让人忍不住 想要尽数吞食呢 她直接微颤了下 内心剧烈地挣扎过后 终是释然一笑 卸下全部的防备 轻轻地吻了上去 修长洁白的指尖 穿过她的柔顺的发梢 将少女摁在自己怀中 轻轻揉了揉她的头 动作轻柔无比 仿佛在抚摸世界上 最为珍贵的深海珠宝 叫人轻叹了口气 却是极为的满足与快乐 瑶瑶真的很可爱呢 每一点 每一点 都是那么地可爱 让人心动无比 她等了这么久 也只有她一个人 能够听见她在深海的期盼 只有她 一个人而已 银发黑尾的娇人 抓住她的手 食指相扣 即便只是虚无缥缈的荒诞梦境 她似乎也能够从怀中的柔软中 窃取到 让她渴求 若狂地点点温存 漂亮的银发 与墨发交缠 缠绕 鲜血从中蹦践开来 恍若绝美的曼珠沙花 蕴染了一片死灵水域 粘腻血腥的气味 从海水中慢慢扩散出去 染成了一片血红 堆积成山的白骨 被浓烟的色彩渲染得 更为纯粹可不 从嘴唇开始 到脖子 紧接着向下 不放过一寸可食用的肌肤 银发黑尾的冷血娇人 将恍若不知痛觉的少女 一点一点啃食完毕 不消片刻 原本柔软的少女 便只剩下半具空骨 骨头连接着粘腻的血肉组织 还在渗着血珠 娇人舔过唇盼 将残留下的珍贵美味的血肉 尽数吞下 不舍得浪费一点一滴 她过于依赖地拥抱着白骨 阴谋中是满满的满足与开心 呵 饱餐一顿的愉悦 透着轻量的笑声 然而温柔笑意的尽头 却是无边的诡诀与欲念 极度的阴暗与占有欲 疯狂交织缠绕 令人胆颤恐惧 饱雾将鸣 娇人怀中紧紧拥抱的白骨 开始溃散 妖妖 她伸手去抓 但于事无补 白骨全部散落成明亮的光芒 从她怀中逃逸而去 没有一丝留恋 银发娇人无力地握了下双手 纸节中只有冰冷的海水缠缠流 凉的肾骨 没有一丝温柔残留 天亮了 梦醒了 妖妖依旧是离开了她的身边 清浅绝美的阴谋中 满是孩子般的难过与伤心 她无助地咬了下指尖 要怎么样 怎么样才能让妖妖 永远留在她的身边 而不是只要她的温柔与美味 存留在荒诞梦境中 已经好几晚上了 每天早上醒来头都昏沉的一笔 叶妖妖打了的大大的哈欠 眼底下是浓浓的黑眼圈 一副好像被吸干了 惊奇神的虚弱模样 主人 你看上去精神不是很好呀 做噩梦了面 呃 似乎是做梦了 应该是个噩梦吧 但是 却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叶妖妖摸了摸胳膊 上面覆盖了一层 四倍惊吓出的鸡皮疙瘩 冰寒的凉意直窜几倍 奇怪 她究竟是做了什么梦 把自己身体 吓成这副样子了 叶妖妖疲惫地揉了揉脑袋 想要深入回忆 但脑壳疼得厉害 这已经是好几天了 脸色这么会差 嘴唇都泛白了 妖妖你是不是生病了 温热干燥的大手 轻柔地摸了摸她的额头 满满的焦虑与着急 思洛蹲下身来 一脸担忧 向来阳光灿烂的俊脸 第一次在叶妖妖 虽然对方一直在狡辩 只是做噩梦了 可是 连续几天都做起了噩梦 就有些很蹊跷了 虽然她并不懂衣理 但还是想拉着叶妖妖 去乌衣那里看一看 思洛二话不说 将她抱起来 直接狂奔 向了萨罗乌衣的木屋 小雌星看起来 倒是没得什么病 只不过看起来精神很差 应该是营养跟不上 萨罗乌衣翻了翻她的眼皮 整段倒是有了古实望 闻 问 切得基本雏形 但即便如此依旧 也看不出什么所以然 萨罗乌衣 照例给配了些雌星 平常好调养用的草药 递得给了思洛 与其带伶俐的责备 雌星看起来 又瘦又小的身体不太好 而且还没有成年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它需要营养 思洛 如果你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话 不如交给部落分配 雌星身体差 按照兽人的常规思路就是 雄星没有照顾好雌星 这是雄星兽人的无能与耻辱 理应受到所有兽人谴责 而且受视雌星珍贵 承担着繁衍种族的任务 需要有着健康的身体 与良好的繁衍能力 任何一个部落 都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珍贵雌星 因雄星照顾不周 而身体偏差 必要时 身体虚弱的雌星 会被交到部落 由组长亲自挑选 强大且适灵的雄星节履照顾 我会照顾好妖妖 不需要别人 思洛被骂了一顿 倒是一声也没坑 但唯独在萨罗乌衣 说到交给部落分配时 猛地抬起头 琥珀色的眸中 显而易见地排斥与冷冽 拳头钻紧 不管思洛的事 是我自己的原因吧 思洛平日的照顾 真的算得上是尽职尽责了 完美到极致 挑不出一点瑕疵 夜妖妖于情与理 还是要说句公道话 小慈仔 这没什么好感动的 照顾雌星是雄星的天性 思洛他 没有照顾好你 那就是他的失职 看向夜妖妖 萨罗乌一态度 那叫一个360度大转变 充满着慈爱与爱恋 笑眯眯的 要不是思洛视线过于强烈 夜妖妖觉得这个萨罗乌衣 就直接上手楼他脑袋了 不过小慈仔不需要担心 部落的药槽与食物 都为你免费提供 一定会把你的身体 养得又壮又胖的 当然 如果小慈仔 你的身体继续插下去的话 话锋再次淋漓一转 部落所有的兽人 包括组长 依旧会撤出思洛 对你的抚养权 抚养权 这听着 怎么听这么别扭 就感觉好像 把自己当成小孩子一样 交给了一个陌生人抚养 我 我会努力照顾好妖妖的 思洛文言脸色微变 有愤怒 有不甘 但更多的是愧疚 拳头紧了一紧 又无力地松开 连声音都小了很多 其实思洛内心心底 也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他没有把妖妖照顾好 是他自己不够努力 不够优秀 照顾雌性 还缺少经验的积累 不过这些 他都可以努力去学的 妖妖 我们走吧 回去给你煎药 找很多好吃的养 思洛回头 展露了一个非常阳光的笑容 洋装无视地揉了 柔叶妖妖的脑袋 白净的牙齿 略见的虎牙 可爱又帅气 只是 这时候的笑颇 有些安慰性的苦涩 我真的没事 不知为何 叶妖妖忽然很想揉一揉大猫 明明笑着 但丧丧搭拉着的 圆绒菊黄糊耳 思洛应该很沮丧吧 其实他想说 思洛不是你的问题 不过就算他说了 估计也没什么用 这个世界的某些规则 与认知 已经唠嗑在受人骨血之中了 他说破了嘴皮子 都是无法改变的 还有就是 他能不能不喝药 唉 常常叹息 能当场能当场去世的那种 叶妖妖无眼 透过微小的指缝 痛苦地瞅了一眼那些药包 他能说他最近 已经对汤药 有一种持续性的恐惧症了吗 思洛一手提起了 那些包裹好的草药 还从萨罗乌衣这里 拿了几个用来煎汤药的瓦罐 接着便抱紧叶妖妖回家去了 把妖妖的身体养好 这才是瘦生的头等大事 思洛尽心尽力地把汤药煎好 便出去捕猎了 看他那气势汹汹的势头 不捕上几百斤的猎物 是不会回来的 木屋中 叶妖妖握了握拳头 却没有一定的力气 其实他身体的异常 他比任何人都感觉得更清楚 在隐隐约约 他也能感觉到 某些奇怪与异常 可是记忆的断片 又无法让他找寻 这奇怪的感觉 从何而来 绝绝 你最近一直待在我的神石里面 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M 我与主人的灵魂力相连 似乎有时候 会感知到 有另一股陌生的精神力 在冲撞主人的精神力 不过那种感觉很微弱很遥远 绝绝也不是很确定的 不过主人 你可以去寻求一下别人的帮助哦 你最近一直在接触那位思乌大人 是寿氏祭司 可是精通精神力与补尸哦 绝绝调皮地眨了个眼 不言而喻 叶妖妖眸子微眯 撑着下巴似有所思 看来是有些奇怪的东西 要破茧而出了 次日清晨 依旧是履行约定 去思乌大人那里 昨天晚上 意料之中 又是一个噩梦之夜 那股陌生精神力的冲撞 带给他的影响 已经越来越深了 甚至在昨天晚上 到达一个顶尖的高峰 昨天晚上的睡梦之中 叶妖妖似乎感觉真切到了 来自真实皮肉层面的 撕扯与疼痛感 噩梦吸吮着他的意识 差一点 他的意识 就要永远陷在那个噩梦螺旋 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真是可怕 现在脑子还有些混沌 走着走着 脚步猛地一停 面前的视野 总是一条 河流 不是思乌大人的房子 奇怪 这里是哪里 他怎么迷迷呼呼 走到了这里 湖水清澈 倒映同谋 夜夭夭 心神微晃 隐隐约约 美丽惑人的声线 似乎又在脑海中响彻 萦绕在心头 千方百计都挥之不去 萦幼蛊惑着脆弱的意识 仿佛海底魅惑的海妖 在耳边轻声低难 醉人无比 意识陡然一沉 视野皱黑 扑通 妖 妖妖 终于又要 又来陪陪丹安了吗 死灵海域 大片鲜红色的珊瑚石上 逾越天籁的笑声 轻声传荡 好听极了 见货夹杂着两三句 不太熟练的兽人语 似乎是很少说话的缘故 一动曼妙的愉悦心情 黑蓝的胶尾半垂落在岩石之上 细碎的银铃 覆盖着柔软的尾腹 灵光闪闪 折射出七彩梦幻的色彩 光辉灿烂 她开心地甩了甩胶尾 为少女的来临 展露出过人的愉悦 妖妖妖快点 快点来那 丹安 等不及了 她围扬着头 撑着弧度完美的下颌 垂眸 轻舔了下烟红唇瓣 似在回味某种绝世美味 水色湿润古人 银白色的雨节 纤长卷翘 四篇纤的叠影 隐隐绰绰 巧妙遮盖了 那银白色的同眸中 快速掠过的几缕血色 危险害人 雪白优美的颈线上 滑落着轻薄滑贵的纯黑胶纱 细白精致的肩颈 激进白的透明 美帝梦幻 强烈的黑白对比 渲染出一股水墨画般的浓墨重彩 韵味十足 那一头美丽柔顺的银发 垂落如铺 又长又直 落过精致漂亮的锁骨 弧度完美的胸膛 水藻一般缠绕在它裸露 如玉器般的上半身 如蛇般蜿蜒在珊瑚下方 随着小幅度的动作动作 微微游动 不知不觉间 娇人已然轻轻地 哼起了跑掉的歌谣 幽远的歌谣 四剪断了时间与空间的阻碍 一声轻哼 一个节拍 来自深海的吟唱 击打在心间 组长 那个祸害什么时候除掉 真的要等它成年了吗 善 蛇人们是不会去 手认我们的亲缘后代 它还只是一个 没有成年的阿仔罢了 可是组长 它不一样啊 那是一条黑蛇 代表着灾祸的黑尾蛇人 它降生那天 它的母亲 我们部落的最珍贵 美丽的雌性死了 与它同时出生的 其他的鱼卵 一个都没有孵化成功 全部死亡 而且 而且 自从它出生以后 海啸频发 暴雨不断 刺耳的声音 真是过躁啊 不喜欢 被议论的主人 清扫鱼尾 激起的水旋气流 荡起了稀碎时辰 水草荡漾 惊跑了一群小鱿鱼 从远处看来 死林海域 四周都被铸造的 海岩炼狱禁锢着 坚固无比 密不透风 所关押之人难以逃脱 炼狱原本用来 关押蛇人族的死刑犯人 那如今 这里却用来 关押一个未成年的蛇人 且一直关押了十几年 从未放出来过 炼狱之内 那颠倒众生的绝美娇人 乖乖地握坐在了一块海岩之上 模样乖乖的 温顺的 极为人畜无害的 黑尾微微摆动 那双角色动人的 银白色同眸 轻轻扫了一眼 远方渐进的几个人影 原本迷坠的眸色 陡然加深 如翠了寒冰 微微眯起 烟红唇盼的弧度 似笑非笑 魅惑动人 和一群讨厌的家伙 终于决定 要来杀他了吗 那些人计划了这么久呢 下定决心 可是真不容易呢 随着人影越来越近 黑尾娇人 悄然游进了珊瑚之内 被繁盛高大 纵横交错的珊瑚 从遮掩着 只露出一双 绝色清澈的阴谋 迷茫无措地眨了眨 阿富们 你们 是要来杀丹吗 嗓音轻软 透着些无措的慌张 那双语中不同的 普莱尔旗一软 微微内折搭了 似乎是在害怕 阿富们 这还是丹安第一次 对他们这么亲切地 主动谈话 呼唤出的声音 是这么地亲切动人 和那些普通的 娇人阿仔一样 讨人喜爱啊 只是可惜了 他是一条灾祸黑骄 即便身上流淌着 蓝骄王族的血统 也无法改变 他令人憎恶的身份 阿富们 你们 是要来杀丹吗 丹安的眸光 真那么清澈单纯 不染纤沉 笑得很乖巧 一时间 几个雄性 居然都面面相去 不能言语 或许 是有那么一点惭愧 不忍吧 他们都是丹安 死去阿母的寿夫 即便有二个 并没有真正截履 但是他们这一生 也不会再寻找 别的雌性了 这一生阿富们 他们也确实担当得起 不过阿富们 却要亲自杀死 自己的阿仔 寡淡的亲情 如此凉薄 真是让人耻笑地讽刺 鬼使神差之下 领头的那个娇人 背后紧钻的手 舒尔放开了 怎么会呢 都是你的阿富 今天过来 只是看看 你在这里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如果有需要的东西 尽管说 阿富们都会为你准备的 旁边的几个人 忙给他实眼色 可是为首那个成年娇人 却质若罔闻 脸上挂着慈爱的笑 温柔地看向丹安 口气温和 他似乎想要伸手去摸一摸 那眼神流露着怯懦的阿仔 但手刚伸过去 却被对方快速闪过 仿佛惧怕过度的幼崽 在逃避不怀好意的 接触时的本能反应 抗拒意味满满 终是 他叹了口气 手又落寞地伸了回去 毕竟是阿烟唯一留下的孩子 同样的阴谋 眉目的相似美丽 他终究是下不了这个杀星 几个人又走了 直到尔齐再也听不见 水流滑动的声音 丹安这才从珊瑚丛里 慢悠悠地游了出来 眸光淡漠 冰凉如水 修长细白的手指 勾了勾银发 眸中的胆怯 早已换成了讽效 他们没能有幸看见 在他们决定走时的那一刻 丹安那潜藏在珊瑚丛中 手心中疯狂涌动的暗黑能量 被悄然收起 如果他们想要动手 在他们动手的千军一发之际 他定会先他们一步 拧下他们的头颅 将他们措骨扬灰 呼 软啪啪地在岩石上 丹安威撑着下河 弧度精致 百无聊赖 姿态慵懒 他看了眼这一片 被海盐炼狱包裹的 炎炎秘密的死灵海域 炼狱吗 听说坚固无比 没有一个焦人 能从中活着逃出 可他怎么觉得 这海盐炼狱脆弱得不堪一击呢 咔 砰砰砰 圆润精致的指腹 倾出上了那暗绿色纹里的岩石 几百年传承下来 这海盐上面 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绿台 暗黑能量涌入 随着一声细微的脆响声之后 砰砰几声轰然巨响 四周的巨大岩石 全部轰然倒塌 海盐炼狱 从今日开始 将不复不存在 妖妖 怎么还没有来 丹安要去接你哦 烟红的唇盼 逾越扬起 摧毁了禁锢之地后 丹安轻松地游了几下 刚想离开这片海域 去接她的美味妖妖 绝美修长的身影 却猛的一顿 银白色逾越的眸子 陡然阴沉 抬头 她难以置信地 看向了海平面 鱼尾僵硬 再难游动一步 她和妖妖的精神联系 被切断了 是谁 她的精神魅惑 还从来没有失败过 连那几个老家伙都抵挡不住 可恶 怎么会这样 而另一边 河水中 扑通扑通地冒着气泡 丁 成功开启宿主精神 自动保防御功能 外来精神入侵成功阻止 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 一声悠悠地叹息 奶声奶气地又闷 硬铁不成钢地数落 唉 小傻子宿主 本来还对你有点信心的 没想到你真的有跳下去了 清澈的河底 稀可见一团明亮精影 在费力地扒拉着少女 一手捂着她的鼻子 一手挽住逆水少女的手臂 使劲地往上扯 然而 她的个头太小 力气也小 不跟着少女一起落下 已经是万事大吉 更别说把她一起拉上来了 都怪你 口味奇特 偏偏喜欢什么可爱的小孩子 什么小正态 还得诱使人家 变成这种这种 没用废柴的小模样 去取悦你 似是忍无可忍 一团金光乍线 金发金谋小正态 已经变了个样 俊美绝伦的少年 依旧是耀眼的金发金谋 但五官已经长开 结语剔透 高鼻深目 金谋格外灿烂 浅钩的唇盼 情着思若有若无的若笑 一眼看上去 少年别有一番 混血的抑郁风情味 柔顺的金色长发 与水中浸染开来 丝丝缕缕 宛若盛开的花 勾人心魄 少年眉心中央的金色纹路 格外奇特 流转着灿金光芒 神圣无比 宛如神域 她一把抱住昏迷的少女 奋力一游 终于算是给扯上岸了 不行 这还是你的错 虽然你听不见吧 我还得好好骂 数落一下你 少年虽然口气狠狠恶劣 可是指尖还是小心翼翼地 抚去少女脸上 沾着的湿漉漉的碎发 早就给你提醒过无数遍 任务道具 不能随便给未免人物 如果你前两天 没有把碧水珠 送给那只大狐仔的话 我们现在都已经要去深海 开始走黑胶副本了呀 结果 你 你居然把碧水珠送出去了 还没开始走副本 你差一点就要淹死了 金发少年打开了任务栏 烦躁地挠了挠柔软的金发 直接上下滑动 将任务剧情大概揽了一遍之后 又是长叹了口气 这下看来 剧情又要崩陷了 也不知道下一个剧情 斩折点在哪里 不行啊 小傻子的精神力还是太弱 不然这次也不会这么轻而易举地 被那个妖艳见惑的 娇人的精神能力的诱惑 小傻子天生有御兽能力 能够最快提高精神力的办法 就是给他找几个兽来契约 要是能在这个兽室 找几个精神强大的亡极兽人 进行契约的话 那么最终那个任务的 完成概率也会大大提升 不过 现在看来有些难 算了 还是先把那个臭猫崽子弄过来吧 虽然并不是很喜欢 那个嘴毒的猫崽子 可谁让他是小傻子 唯一的半生受宠呢 少年做完人工呼吸之后 便出了一个干净的手帕 给少女擦水 一边絮絮叨叨 一边把她的头发凝干了 还没擦完一半 肩长得宛如精灵般的精致耳朵 恶然移动 咦 有人来了 木屋内 渊原本正在熬制汤药 给叶妖妖准备今日份汤药 某一瞬间 心猛确然一揪 不好的预感 突如其来 这里怎么会有 陌生的精神力波动 讨厌的气息 虽然这股陌生的精神力 波动很微弱 很遥远 但捕捉起来并不算难 渊赶到目的地时 子眸一愣 预料中的情景没有到来 反而恶然发现了 全身湿透 沉迷不醒的叶妖妖 还有一只正在她身上 小心翼翼地戳了一爪 又一爪的小黑猫 年幼的黑猫又在 哪里来的 小雌性 怎么好像刚从水里出来似的 一蛇一猫 目光接触了约渺之后 在思乌大人 愈加冰冷危险的注视下 一道喵喵叫声轻轻扬起 软软糯糯 还有点触到人似的小迷茫 喵 这是哪里 看起来好落后的地方 主人为什么四氧八叉地 在地下躺着 还怎么还是叫都叫不醒的那种 主人大白天的 怎么睡得这么死 粉嫩色的小肉垫 在睡得跟死猪一样的主人肚皮上 小心翼翼地踩了又踩 蹦了又蹦 本来还想再来两下猫猫重击之时 柔软的后颈肉 被猛地提起 小身子陡然一清 整只猫疏而腾空 喵 哼 哪里来的幼崽 这么顽恋 身后的嗓音淡漠清冷 如宁冰霜 一股大势不好的氛围 陡然涌上天灵感 紧接着下一秒 小猫咪被毫不留情地扔到了 旁边的茂盛的草丛之中 灰溜溜地打了几个滚 漂亮柔软的绒毛 都沾上了些暗淡的灰尘 喵 小猫咪晃了晃脑袋 耳朵无精打采地搭拉着 蹦跚委屈地爬了起来 巧蜜蜜地躲在了一边 没敢接近那个冰冷危险的男人 灿金色的猫童 微微扩大出圆儿漂亮的形状 深邃成澈 可爱漂亮得很 但似乎还带着些 怯生生的茫然与无措 记忆回龙 他刚刚 不是正在喝着清爽冰阔乐 啃着美味小鱼干嘛 最近热播的肥皂剧 刚看了两集 刚要看第三集 片头曲还没想完 一道刺眼的白光闪现 怎么刚被莫名其妙 传送到这个世界 还遇到这么莫名其妙的人与诗 还有 是错觉吗 他怎么从面前 这个男人的身上 闻到了一股舌泪的不妙气息 这是哪个世界未免 谁来给他解答一下阿喵 奶声奶气的喵乌声 似乎在自言自语 但没有一个人会回答他 被世界欺骗的小猫咪 小声乌咽了下 躲在草丛内 伸长了四肢 冒出荧光尖锐的小爪子 愤愤地刨地 喵喵喵 咦 男人你要抱着夭夭阿姐去那里 瞧见那个狠心冷漠的 蛇 男人一把抱起自己柔弱可怜 孤苦无依 昏迷不醒的夭夭阿姐 小猫咪也顿时顾不得孤芳自哀了 小爪一蹬 直接就跟着上去 淡然垂眸 冤青扫了一眼那穷根不舍的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猫族幼崽 犹豫了一瞬 金口跪开 你是谁 哪个部落的 喵喵喵 没有话形 语言不通 喵 咦 他 他怎么不能说人话 又不甘心地尝试了一下 连人形都没办法变了 失魂落魄的小猫咪 卷起了尾巴 自己抱了抱自己 他 真的不能话形说话了 他是妖妖姐姐唯一的半生受宠 他的精神力是与妖妖姐姐捆绑在一起的 照现在的情况看来 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 妖妖姐姐在这个心未免的精神力太弱 所以当他一出现 他的精神力会被无差别的攻击给妖妖姐姐 导致他现在无法话形说话 可是妖妖姐姐从来不会带他去做未免任务的 这一次倒是稀奇得很 大大的谜团堆积起来 也只能等妖妖姐姐醒过来再问了 喵 我能跟上去 灿金色的猫童微微扬起 剔透纯净 视线尾随着渊俊义高大的身影转动 安静乖巧地跟在他的身边 软糯糯的喵巫 透露着礼貌的询问 很有灵性的幼崽 能看得出来并不是普通野兽 你并不是桑林部落的兽人 是不被被允许进入部落领土的 命运的厚伯梗再次被提起 然而这一次 小猫咪吃了教训 将对方想要将它丢出去的那一刹那 猛然一窜 直接凭借着高空惯性 扑到了妖妖姐姐的身上 小小的身子 大大的爆发力 死死扒拉住了少女的衣裙 咬紧了衣料 就是不松爪 不松口 含糊不清 我不是闯入者 我是妖妖姐姐的小娇猫 我要跟着妖妖姐姐 私屋大人醋眉冷目 修长手指 想要将这只把耍赖扒在少女衣上 还把她亲手做的衣裙 扒出了好几个破洞 多余的装饰品给弄开 却不料 对方的粘性实在是太厉害了 根本弄不走 强行弄走的话 衣服会破出一个洞 算了 先跟着吧 回去再收拾 最后看了一眼那条河流 壁波荡漾 水面平和 看着倒是一如平常 没什么异样 妹子同谋 悄然闪过一抹深思 冰冷涉人的寒意 毫不掩饰 细白修长的指尖微动 但却没有立刻动手 毕竟 有些事情 要在今天晚上才真正验证 原将夜夭夭抱回了屋内 然后又不知 从哪里拿出来一个古制项链 项链灰白润光 乳白色的古石 被精细打磨得十分细腻 十三颗质地相同 一模一样的古石 被摩执丝 红绳串制起来 而在项链的最中间 坠着一颗漂亮澄澈的紫金石 棱角精妙 反光梦幻 这是一件稀有乌气 能够顽固心神 美丽精致的古石项链 被戴在了少女 西白漂亮的的柏梗上 紫金宝石 正好坠落在 精致如玉的锁骨上 微微润着光 投着潜影 很般配 倒是意想之中的何事呢 检查了一下 叶摇摇的身体状况 倒是没什么大事 只是溺水之后 身体进入了昏迷调整期 等一会儿就能自动醒过来了 冤把先前熬的汤药 都拿过来了 热气腾腾 丝丝屡屡 丝屋大人安静地坐在床边 单手撑着弧度完美的下颌 微歪着头 练艳绝美的子眸小弧度垂落 眸光一顺不顺 安静地落在少女的脸上 不自觉的 修长指尖 轻抚了下少女的面庞 小瞇了两下 比之前更软 更有弹性 看来雌性脸上的肉 稍微多了些些许 她之前给她熬的那些 增肥补血的汤药 起作用了 小猫咪身体僵硬 澄澈猫童的墨地瞪大 直勾勾地死盯住了那个 正在捏自己 妖妖姐姐的脸的清冷男人 似乎还带着浅笑 笑 笑什么 她妖妖姐姐的漂亮脸蛋 很好捏吗 搞得她也想是 不是 重点是 这个男人是姐姐的什么人啊 居然敢趁姐姐姐昏迷的时候 动手动脚 软软的猫爪 僵硬地伸在半空 似乎想要阻止 但是又忌惮那个气势强势的冷漠男人 小猫咪绝望地看了一眼 自己现在的幼崽状况的身体 又顾及了一下自己如今战斗力 办想过后 爪子又默默地缩了回去 安静地垫在了软绒身体下面 开始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暂时打不过 来日方长 日后再战 你到底是哪个部落的幼崽 虽然小猫咪 已经默默地缩成了个黑绒球 有很努力地在降低存在感 但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个男人的死亡凝视 是终究还是望向了 可怜又无助的他这里 喵喵喵 装傻硬 外来者 还敢装傻 还是扔了呢 正当渊伸手 想要把这只来历不明的黑猫 幼崽丢出去时 一阵轻微的阴鸣声 漠然间吸引了一蛇一猫的 全部注意力 少女细眉微醋 脸上有细汗密出 指尖抓着入背 抓出了不小的褶皱 喵喵喵 姐姐 小猫咪着急地爬上了床 小爪子担忧地拍了拍她的脸 四屋大人猝眉 刚刚发生了什么 渊也懒得管那只猫了 只不过在她床上 挡视线太碍眼 直接把她从床上丢了下去 垂眸凝神 眉目冷练 别怕 有我在这里 不会出事 渊微微俯身 嗓音轻柔 不知道安慰谁 伸手摸了摸她的 浸了层薄汗的额头 拿了层干布 将薄汗擦拭而去 随后 微凉指尖点触在少女的眉心之上 眸中的寒度陡然一身 果然 又是那股陌生的精神冲击 原还不知道 叶瑶瑶最近一直在做噩梦 但先前便已经注意到了 她脸色很差 已经有了些许猜测 刚刚看她面色稍有痛苦 检查了一番 果不其然 那个东西又开始活动了 时间不是到 那个东西 已经已经快要到成年期了 成年期过后 那个东西 便会蜕变成真正的王级 十分棘手难搞 戴在少女身上的古石项链 微微流转荧光 而那颗坠落在井间的紫金宝石 更是紫光大盛 妖翼非常 隐约凝结着团黑气 妖妖 为什么 为什么你没有过来呢 我等好久 如果 妖妖你嫌麻烦的话 丹安愿意 愿意亲自去接你的 银发娇人在海底兜兜转转 似乎在寻找什么 珍贵心爱的东西 但是一直都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了 妖妖 丹安好喜欢好喜欢你 为什么 为什么不出来见见她呢 绝美动人的童谋 黯然神伤 似阴晕了层湿搭搭的雾气 让人怜爱不已 普兰尔旗软软微锤 似乎是伤心极了 漠然间 视野中 闪现了一个鲜美动人的身影 那双幽怨沮丧的阴谋 未然一亮 快速游去 妖妖 丹安终于找到你了呢 银发娇人大喜过望 绝美成澈的童谋中 满满的都是开心 宛若孩童 情绪纯粹不染仙尘 她急游而去 温柔地抱住了少女的仙妖 小心翼翼地 动作轻柔 仿佛在对待世界上男友的真品 丝毫不敢 让其有所毁坏 满足地半眯起眸子 迷醉满足 烟红的唇瓣 轻轻勾起绝美惑人的笑意 好温暖 让人迷恋着 激进贪婪的迷恋 食髓之味 不舍地放手片刻 娇人微腹下身 飘逸银发垂落 缠绕 她轻轻蹭了蹭女孩 白嫩的脖梗 头颅靠在少女精致的紧窝处 眸光迷醉 贪婪地感受着 来之不易的柔软 手却越固越紧 尖锐泛冷的指尖 悄然慢慢冒出 少女宛若木偶 一动不动 任由她抱着 肆意地在她身上胡作非为 她仿佛感觉不到一样 双目空洞 眸光无神 不曾反抗 只不过 这还仅仅不够 她所想要得到的 永远满足不了空虚的心 银发娇人 远远不会满足于此 拥抱得再紧 也有不起眼缝隙 会让小雌性逃走 她想把她永远留在身边 永远 永远都逃不掉的那种哦 还是吞食了吧 这样 摇摇就永远不会逃走了呢 很快很快 她的欲望就要真正实现了 而不是在虚无缥缈的荒诞梦境中 到时候 她一定会将她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永远都逃不掉的 鲜血弥漫开来 渲染了一层又一层的海水 宝石的快感 还未达到高潮 正当娇人沉溺其中 畅快地瞬息着鲜血之时 漠然间 一阵突如其来的气力 将她猛然推开 一时猝不及防 退了两步 放开了禁锢着的少女 美妙的禁食 时刻被打断 真是让人感到不快 银铜半咪 有很深的阴霾 在悄然潜伏翻涌 汹涌着几分嗜血的红光 染红了银白色的毛子 她咬了咬牙 冷然 看向发力的来源 却漠然间震住 呆愣了一瞬 漂亮的银铜 都不由自主地放大扩圆 妖 妖妖 不对 这个和平常的妖妖不太一样 和刚当的妖妖不太一样 那双原本美丽却呆滞的毛子 此时此刻 却像忽然住进了灵魂一般 活灵活现 眯眼转眸 一举一动 都闪耀动人地 让她黄眼沉溺 看来 妖妖破了她的精神魅惑呢 现在这个 是那个真正的妖妖 叫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似乎是真的开心 只不过相比之下 叶妖妖就不那么开心了 妖妖 你终于过来了 我 我是丹奥 你还记得我吗 叶妖妖不解地看着对方 视线接触到她满身的鲜血 眉头微醋 她对梦中的场景 是没有任何印象的 也不认识面前 这个扮人扮鱼的家伙 但这个娇人 似乎对她极为熟悉 连名字都叫得那么亲密熟练 好似呼唤过很多次似的 娇人脸颊微红 绝美梦幻的银发美人 似乎有些害羞 是生气了吗 可丹安每天都乖乖的 很听话的 每天都在这里等着 每天都有在梦里陪着妖妖 梦里 丹安真的好喜欢 好喜欢妖妖呢 你喜欢我 半想没说话的小词性 惊口贵开 总算是冒出了见面的一句话 娇人忙不迭地乖巧点头 阴谋乖巧 喜欢我 所以 你就把我啃成这个样子了 苏大人 妖妖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斯洛趴在了床旁边 脸色冷然 嗓音很轻 但握住小词性的手越来越紧 依旧是暴露了她内心的忐忑不安 她不过走了一会儿 没想到妖妖便又昏迷过去了 而且 这还是 她第一次在大白天 便沉睡昏迷 她本来以为白天会没事的 没想到还是疏忽了 果然如萨罗无一所料 她没有照顾好妖妖的经验与能力 垂落的拳头钻了又钻 骨节隐隐泛白 小黑猫同样也有疑惑 软绒猫尔微微下拉垂落着 小爪子不安地扒拉着入背 两只猫科动物都神色悲痛地望着冤 征求解答 我并不能确定 但是 丝巫大人神色淡淡 垂眸 眸光落在小词性 已经泛健康粉色的脸庞上 西白只副细心地替她 逝去去如是的碎发 时间不会太长的 替我找一些东西 她醒来了之后会有需要的 丝巫大人的吩咐默感不从 且这还是事关夜夭夭的性命 丝落二话不说 便揽下了全部的活 化作虎形 消失在门外 花月穷江 朵青金 芒霄 朴霄 摆布 当归金 名字好奇怪 虽然丝落以前有在乌衣那里待过一段时间 也认得一些草药与自补品 不过相对于内行来讲 还是忙得很 幸好渊知道她几斤几两 一些难找的都给她画了一些图 并嘱咐了事宜的生长的条件 丝落找起来还算顺利 只不过这个花月穷江 似乎是在一种十分凶悍的蜂虫的大潮里面 丝落小时候 探完被一些虫子盯过 有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兽室的虫族可不比叶妖妖认知里的那些小虫子 个个都身体壮瘦粗大 凶悍可怕 伪带剧毒 贱人就咬 一大群虫族嗡嗡震过 天际昏暗一片 使人闻风丧胆 那种蜂虫盯起人来能要命的疼 不过想起昏迷的妖妖 还在等着自己 她的内心就鼓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勇气 只要是为了妖妖 她什么都不怂的 嗡嗡 一大团黑影蜂拥而至 气势害人 噗通 一声巨响过后 便没有动静了 半天过后 始终找不到偷蜜者的虫影 陆续散去 哗啦 水帘滑动的声音 打破了一方寂静 水面之上 慢慢地探出了一个橘黄脑袋 耳朵和绒毛都已经湿透 样样不彩地搭拉着 只露出了一双湿透的虎耳 一双琥珀色的毛子 瞪得又大又圆 鱼精未消 那群虫子走了吗 虎毛谨慎地回四周望了望 确定没有危险之后 才长长地呼了口气 五六米长的大橘黄虎 从河里面狼狈地爬了出来 全身已经湿透了 还沾染了不少水草 缠绕在如狮打劫的毛发上面 滴着水 老虎疯狂地甩动着身体 将那些水珠从身上甩下来 依稀可见 皮毛之下被扎了树针 还在留着浓的毒包 也幸亏它是五阶的便衣石虎 身体的防御程度 远远要高于普通兽族 否则 它真有可能虎命不保 斯洛带着毒包回来了 模样极其凄惨 涂上伤口 别让妖妖醒来 看见你这副样子 会吓到她的 斯巫大人 眸光极浅地落在她身上一瞬 毫不在意 仅仅一瞬 便又淡漠收回 但是出于职业操守 缘依旧是人给斯洛一个 装了药品的白瓷瓶 之后便再懒得管她 端正雅兹地坐在了床沿 自顾自地继续包着自己 早已准备好的一串子果 多日的相处 缘发觉 叶瑶瑶很喜欢吃果子 尤其是那种果肉饱满 含水量多的水果 经常是吃的一个都不剩 她还会背着它 偷偷摸摸地 去山岭之上的树林里面摘果子吃 一次 两次 她没有去阻止过 洋装不知道 但每天给她准备的吃食中 鲜果的分量明显中了许多 瓷白漂亮的手指 细细地包着紫果 认真而又专注 肩颈笔直 姿态优雅清贵 修长指尖温柔精细的 似是在雕琢一件 至高无上的艺术品 容不得马虎半分 晶莹剔透的紫果 珍贵少见 且有难得的药用价值 果肉饱满水量居多 轻轻一用力 便会破开一道小口子 流出清澈诱人的果汁 瓷白漂亮的纸腹上 沾染了些许 隐隐泛着担子 原威正了一瞬 舒尔宁了眉目 妹子谋低 透露出了极许不悦 不知 从哪找了一块雪白干净的帕子 轻轻将其擦拭去 直到指尖干燥无意 这才把休 破了口的果子 被全部丢弃 她不喜欢有残缺的破损品 给她的 只能是最好而完整的 包完且没有破口的 金银果肉 被搁置在了 瓷白漂亮的盘子里 花纹雅致 果子大小疏童 整齐密裂地排好 被雪白无瑕的瓷盘 硬衬得更是剔透漂亮 鲜嫩可口 现在只等着夭夭 醒来食用即可 袁威撑着鹅 垂眸注视着少女 微凉指尖辅着少女 白进脖梗间的紫禁项链 忍不住妈撒了几下 目光微沉 透露出极许深思 柔顺墨发倾线下 发丝分明 柔顺飘逸地让人惊叹 斯洛夫好药之后 近来看到的 便是这么一幅画面 当即便愣住了 轻贵夺目的丝乌大人 坐在床沿 单手撑着精致下河 姿态从容优雅 透着极许懒散 眸光稳稳落在床上 昏迷的小雌性身上 妹子眸底带着几缕淡笑 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柔和 琥珀色的眸子陡然一凝 手心不由地钻紧 是她多想了吗 斯污大人 为什么对妖妖那么好 仅仅只是因为 她斯污的职责 不知为何 看着这么一幅 和谐无比的画面 思落的心越来越沉 压抑得像是要窒息 喘不过来气 心脏的微痛感 提醒着早便有了的猜测 恐怕已经成了事实 她紧钻了拳头 默然上前几步 斯污大人 妖妖是我救的 她的抚养权在我这里 似乎是在着重强调些什么 咬出的字眼格外强烈 强忍着某种冷意 这几天麻烦你了 妖妖在你这里 花费的精湿还有药品 我会尽快补上来的 呵 你认为妖妖是你的吗 默然回眸 斯污大人勾唇屁向她 只是那笑容中 透露着太多的冰冷与不屑 缘起身上前 极大的压迫感瞬间爆发 如携来了极地冰寒一般 让人几倍发凉 冷汗森森 这是王寿对于普通兽人的 最基本王阶镇压 斯洛不自觉声音发颤 一股想要臣服的软弱突如其来 但还是咬牙强打着精神 嗓音大吼 你什么意思 她不是你的 也并不属于我 更准确来讲 妖妖不属于任何人 包括这个寿氏 深夜露农 是那个东西能量最强盛的时刻 原来到上午事发的河边 端向了片刻 也不知在看什么 而后仰起了手 凝了一个绝 那只手鲜长似葱 似宁珠光 骨节分明 万骨精致漂亮 媚紫色的光团 萦绕在薄梁指尖 冰筋破翠冒出 冰雪降临 兽人一旦进阶到王阶之上 便会觉醒寿元王力 强大可怖的力量 足以使万寿臣服 清冷谋低 忽而凝了几许细血 还没有成年 连王阶都没有达到 便已经敢肆无忌惮 外放精神力到这种程度了吗 喜欢我 所以 叶妖妖眉眼剧烈抽搐着 着实佩服自己的声音 居然还能这么平静 她的左半条胳膊 连着腰腹 已经被啃了得参差不齐 血肉模糊了 一眼看下去 那些内脏 肠子 算了 她不看了 太恶心了 幸亏这只是个梦境 精神力状态的她 没有任何痛觉 心理承受能力还算强大 否则换个人一眼看见这个场景 没吓死 也得半晕过去 随着清醒时间变长 前几日那些 被遗忘的梦境记忆也渐渐回笼 虽然她大多数时候 是呈现无意识状态的 可是依旧能记得一部分场景 丹安 是吗 叶妖妖拖着自己残缺的身子 悄然退后了几步 还要小心着某些东西掉下来 抬眸 她正正看向面前这个 笑得一脸乖巧 人畜无害的银发娇人 眉目却迅速冷却了下来 面前的娇人 似乎还没有成眠 所以还没有进行性别分化 天籁声线好听 似锦闲剥聊 中性化 男女通吃 容貌亦呈现一种超脱两性的美丽 雌雄莫变 绝美蛊惑 总而言之 这条娇人确实极美 完美地继承了娇人血统的优良基因 银发绝美 梦幻的不似真人 但 亦残忍嗜血的激进病态 梦回几传 她可是记得 她将它啃得 只剩一个白骨架子了 叶瑶瑶声呼了口气 声音还算平静 丹安 我想问你 为什么我会被你带到这里 被叫到名字 丹安乖巧地眨了下眸子 银白与杰轻轻颤动 似乎是害羞到极致的惊喜 她悄然舔下唇边淋漓的鲜血 轻咬着指尖 丹安也不知道呢 丹安向海域发送的精神波动 已经很多 很多年了 但是 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到 但 妖妖是不一样的 她语气陡然一转 沾染着难以抑制的喜悦 上前游了几下 迷醉地 看向叶妖妖 仿佛满眼满心 只有她一个人 只有在前几天的时候 妖妖你突然闯入了丹安的梦境 从没有一个人 丹安等了好多年 好多年 这么多年以来 只有妖妖你一个人 能够闯入我的精神梦境 丹安真的很开心 丹安不想失去 妖妖 妖妖走了 就再也没有下一个人了 似乎沉默了十几年 人生第一次说了这么多话 娇人语气激动 但舌尖拐不过弯 都有些小结巴了 所以 妖妖留在这里 一直来陪着丹安吧 好 好吗